第1076章 男人的心 台定的演唱节目结束了 痴恋的歌迷大多不肯离场 江大儿虽然惦记着后台 也没有一走了之 在舞台上羡慕泄了好一会儿 才退回后台 江大儿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道张柯的脸给他妈抓得严不严重 走回后台 看到有警员在现场记笔录 吓了一跳 想要问什么 看到唐靖的眼睛朝自己看过来 意识到自己还穿着张柯的衬衫 赶忙躲到更衣室先换衣服去 令小燕帮他将衣服拿进来 江大儿小声地问他 到底怎么回事 令小燕见张柯扒戴尔衣服前 竟然没有解释一下 或许是时间太仓促 来不及解释 只是戴尔现在 这副样子 让人忍不住 想在他娇嫩的脸蛋 狠狠地掐了一下 压着声音嘲笑他说道 那个混蛋在过道里扒你的衣服 你都不生气 戴尔满脸飞红 心想自己真应该要很生气才是 知道斗心眼 他跟许为在家林彬三个人 都斗不过令小燕 推了他一把 掩耳盗铃地说道 当时有生气来着 他说要换衣服 就莫名其妙地 一定要跟他换了衣服 上台之前还一直生气来着 跳到舞台上 也只能强迫自己忘掉这事 现在舞台上的兴奋劲还没有过呢 你倒是说怎么回事啊 令小燕比的瞥了大两眼 才将原委告诉他 啊 姜大哪里会想到 有这么阴狠的阴谋 等着他跳进去 想想都觉得心里发凉 要不是张克及时发现 他真不知道 这事情要如何收拾 姜大倒是认识印尼国旗与国徽图案的 只是演唱会中间退到后台 来换最后一套衣服的时间 只有一两分钟 时间如此的仓促 他还要回想 接下来演唱歌曲的歌词 还要补妆 还要听舞台造型师讲解 接下来舞台动装的要领 哪里会想到 有人会在服装上动手脚 他甚至都没有时间在化妆镜里 看自己最后的造型是什么样子 这么仓促的时间 就算别人觉得服装有问题 也根本没有时间往深里想 孙姐通知警方介入了 可能是对手搞的手脚 令小燕跟戴尔说外面的情况 又问道 你当时跟张克是怎么换衣服的 让你妈看到 跟只母老虎的 要吃人似的 嗯 姜大当然不会跟林小燕戏说 给张克扒衣服时的细节 秀气的美眸转了转 说道 当时急着要出场 换衣服手忙脚乱的 谁知道 我妈看成什么了 林小燕也不知道 她与张克是怎么换衣服的 但而她妈跟许为 孙靖湘看到了 但是唐靖进来后 他们只说情急之下 误会张克了 也不说 究竟是怎么误会张克了 姜大换好衣服 拿着张克的衬衫走出去 递给唐靖 你帮我谢谢张克 真亏了他 不然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又朝他妈埋怨道 妈 你也真是的 不分青红皂白就那样 我当时急着上场 手忙脚乱的 哪有时候跟你解释这些啊 李月如欲言又止 她知道刚才太冲动 骂得胸还抓破了张克的脸 还一口唾膜喷到傅俊的脸上 愧疚到极点 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任他平时在泼辣 这时候都难过得要哭出来 孙靖相连转向化妆镜 听姜大这么说 好像他当时真的只是手忙脚乱的 让张克帮着穿衬衫 鬼才姓姜大的话 知道他这么说是 为了消除唐靖心里的疑虑 这鬼丫头 善良归善良 脑子不比谁笨 孙靖相见林小燕眼角含着笑 想来她也看出破绽 赶忙给她使了的眼色 要是让张克后院起火 今天才真叫 不得安宁呢 唐靖将衬衫从大手里接过来 放在膝盖上摊平了 又搂在怀里 见姜大母亲 脸上神色满是愧疚 笑着说 姜阿姨 也怪张克没给你好好解释清楚 万幸是最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 没有让别人针对大儿姐的阴谋得逞 大家是不是准备准备开庆功宴 我将衬衫拿给张克过去 看着唐靖离开化妆室 孙靖相轻吐了一口气 见大家都垂头放弃的 拍了拍手 说道 别人搞这样的小动作 大家心情的确会有些不好受 不管怎么说 我们戳穿了敌人的阴谋 演唱会又如期地获得成功 这庆功宴 更要好好地举办了 手机响了起来 孙靖相见 是叶建兵的电话 赵首将许为喊过来 让他负责准备庆功宴的事情 他走到其他房间 与叶建兵通话 将刚才发生的 令人愤怒到极点的事情 说给叶建兵听 应该是英王国际 在背地搞小动作 孙靖相说道 大儿的唱片销量 连续两届夺冠 他们耍这种阴谋 想要毁掉大儿才高兴 我现在在机场 两个半小时后会到香港 到香港才说这事吧 你先消消气 不要气坏了身子 跟大家开开心心地参加庆功宴 叶建兵在电话里安慰孙靖相 又笑着说 你不是说张克的脸 差点破相吗 就凭这一点 他也不能袖手旁观啊 我才不会为 这些混蛋气坏身子 孙靖相说道 哦 张克那小子也真是的 他平时牙尖嘴利的 在仓促换衣服 也可以先跟大儿解释一下 现在闹出这些误会来 他脸上给挠一下 搞得大家都很尴尬 我都不知道要不要请他参加庆功宴 一定要请他参加 他的脸要是破相 也是他活该 他自己调戏小姑娘弄巧成拙 还能怨得了别人 叶建兵在电话那头笑着说 孙靖相有些疑惑不解 不知道叶建兵为什么说张克活该 有这么好的借口 不由分说的 直接就扒人家小姑娘的衣服 解释了多没趣 叶建兵在电话那头坏笑起来 这小子 他没有想到 小姑娘 他妈也不由分说的 直接就是爪子挠榻 你说这小子值不值得同情 啊 孙靖相恍然明白过来 难怪张克给李月如挠了两下 就落荒而逃 原来他也是心虚啊 扑痴笑了起来 对电话那头的叶建兵骂道 你们这些臭男啊 没有一个好东西 又关我什么事 你怎么就肯定 张克那小子是这么想的 孙靖相反问道 还不是你们臭气相投 物以类聚 都有一颗猥琐的心 得 对 我要登机了 不跟你斗嘴 叶建兵就饶得挂了电话 孙靖相挂了电话 在房间再过了几秒钟 让自己脸上的笑意消掉 才走过房间 让大家动作麻利些 坐车赶到预定好的半岛酒店 开庆宫宴 见江大跟他父母不在休息室 问令小燕 戴儿人呢 张克连可能给 抓得蛮严重的 这时候在医务室上要 戴儿跟他父母过去道歉了 林小燕说道 这种场合挺尴尬的 她跟许薇还有林冰都 不好意思跟过去 孙靖相当然不会跟他们 说张克那是活该 没有说什么 问许薇给工作 准备红包的事情不能忘了 虽然发生了这样 令人不开心的事情 绝大部分工作人员工作 还是兢兢业业的 不能含了他们的心 又让人准备车子 载着大家去酒店 休息室的门打开 看见戴儿他爸妈走了进来 孙靖相愣了愣 令小燕不是说 他们跟戴儿去跟张克道歉的吗 戴儿说 她一个人过 去道歉 可能不会那么尴尬 李月如尴尬地解释道 哦 孙靖相想想也是 毕竟是误会 让戴儿请张克参加庆宫宴就可以了 都没有必要将这事放在心上 想安排戴儿他爸妈先上车去酒店 接着又看见 唐靖与盛夏走进来 又愣了愣 戴儿一个人去见张克 张克叫我们庆宫宴先开始 不要等他 他还是要等一会儿才能去参加 至少不能让脸太难看 唐靖笑着说 张克吸着凉气 上药时不小心将一些药水 寄到眼睛里了 眼睛有些激痛 眼泪都流出来了 闭着眼睛听着脚步声 以为是父君 说道 抽些纸巾给我 这药水不伤眼睛吧 话没说话 就感觉嫩滑的手指尖 触到自己脸颊的伤处 张克睁开眼 见江大儿站在跟前 笑着说 真是可惜了 你的演唱会 我连一道歌都没有听到 开庆宫宴时 你要补偿我两手 疼不疼 江大儿心疼地 妈撒着张克脸上 给抓破皮的伤痕 说道 我把我妈过来跟你道歉 道什么歉啊 再说我也没吃亏啊 张克舔着脸嬉笑着 希望这件事情轻描淡写的过去 就好了 没有必要放在心上 没有想到 戴儿下一个动作 却是双手捧住自己的脸颊 愣了愣 没有等他有什么反应 江大儿那娇润诱人的红唇就硬过来 张克还没有给谁这么偷袭过 有些反应迟钝 等他反应过来 江大儿已经站到一边 俏皮地说道 既然你不要道歉 那我就不道歉了 哦 对了 T恤山上印印尼国旗 国徽的事情 你可以一句话解释清楚的 你当时怎么就没有解释 哐当 张克一屁股没有坐稳 整个人从圆凳上摔到地上 药水瓶都打翻了好几个 第1077章 动机纯不纯 当时怎么解释啊 跟他说 T恤山印着印尼国旗跟国徽 是别人搞阴谋要毁掉他 那接上来的演唱会 他还怎么进行下去 张克心里还回味着 江大儿主动送上来的销魂一吻 嘴里却不肯承认他当时动机不纯 叶剑冰两脚高敲 张克再怎么解释他都不信 笑着说 何者你以为直接扒他的衣服 对他没有影响 揭穿真相 总要等演唱会结束之后 刚要骗他说穿我的衬衫 舞台效果更好一些 他妈就扑过来了 你看看 我这张脸 虽然咱不凭这张脸吃饭 毁掉还是蛮可惜的 张克一直留在衣物室里处理伤口 等脸上的抓痕红肿消退掉 看上去不太显眼 才慢悠悠地 先与金山飞回香港的夜见兵会合 不急着去参加庆宫宴 此时在半岛酒店举行的庆宫宴 有商业作秀的意图在内 会邀请媒体记者到场拍照采访 宣告演唱会获得空前的成功 还会邀请一些幸运歌迷入席 正因为出现今晚这样的阴谋 演唱会的成功与庆宫宴 更要请媒体好好宣传一下 张克与叶剑冰 当然不会这时候去凑这个热闹 真正的庆宫宴 是安排在尹湾园 为此 孙靖湘前一天 已经将尹湾园私人会所豪华大包箱 给包了下来 国家足球队昨天给香港队踢了个3比0 昨夜就灰溜溜地离开了香港 昨天下午爆端就开始出现痛骂国家队的文章 在张克看来 让国人早一天对国足失望 或许还能给国足一些希望 看着半岛酒店里的商业秀 也快结束了 张克与叶剑冰 就坐在车里聊天打屁 等着跟大家一起回饮湾园 叶剑冰的电话响了起来 叶剑冰接起来 偷往酒店大堂门口看 说道 他们出来了 张克看过去 一大群人从酒店里走出来 穿着霉红色碗里服裙 博尸粉带的戴尔 荣光贱人 只是还给许多媒体记者包围着 闪光灯不断地闪烁 即使劳累了一整天 演唱会又极耗体力的 此时的他 面对镜头 还是要保持温和甜美的笑容 张克心想他的笑容 大概也会僵硬吧 当明星真是辛苦 手指下意识地按了一下嘴唇 又响起给戴尔主动索吻时 柔软的触感 戴尔与许为 林小燕 林斌 还有他父母上了旁边的 稻骑公养保姆车 工作人员也各自乘车离开 孙靖湘与唐靖 剩下几道张克与叶剑冰 坐的这辆车上来 在唐靖 剩下在场 孙靖湘也不跟张克开玩笑 看了看他脸上的抓伤 说道 不算严重 担心死我 你现在是金枝玉叶 你这张脸 比姜戴尔的脸蛋还值钱 谁能赔得起 警方有什么消息没有 张克将话题岔开 跟女人在一起说话 扯到自己的脸蛋上 感觉总是怪异的 警方也很难彻查 就算服装师承认 接受商业贿赂受人指使 也无法动真正的幕后指使一根毫毛 孙靖湘泄气地说道 我也不希望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 将戴尔卷入这种八卦新闻之中 毕竟也有不利 有把握确认 是英王娱乐在背后搞手脚 叶剑冰问道 也可能是永夜影视 孙靖湘说道 永夜前些时间 向戴尔发出片约 我们拒绝了 永夜影视啊 张克咧嘴笑了笑 多数内地的初高中生 对永夜影视都不会陌生 现在 从香港传到内地的电影录像 差不多有一半是永夜影视出品 永夜影视 也是香港三级影片最主要的投资人 不管是永夜还是英王 都是一丘之和 冤枉谁都没有关系啊 他们出来混就要 有被冤枉的绝望 香港演艺界与香港片门势力关系密切 英王 永夜都喜欢动用片门手段 来打击有威胁的竞争对手 今天的手段对他们来说 要算是温和的吧 他们之所以手段温和 倒不是说他们要留一手 孙静香在香港成立世纪华英经济演艺公司时 虽然没有借助家的势力 但是在葛家示威后 他父亲孙尚义 即使不能代替之前 葛家在香港的地位 在香港以及东南亚 也是相当有影响的人物 孙静香拿在手里的手机响起来 他接过电话 说道 我爸他在尹湾园等我们呢 孙静香换坐了别的车 一起往尹湾园驶去 在他父母面前 他总是要避免与夜见冰成双 绝对出现的 张克将一些道听途说来的 香港演艺界与片门势力纠葛的一文 说给唐静听 在全球范围内 香港黑帮片整体上的水准最高 这背后不是没有社会因素的 香港演艺界这么黑 唐静微张着嘴 有利益纠葛 哪潭水都干净不了 香港演艺界可能更严重一些 不管是香港 还是内地 都有光芒照不到的阴影角落 张克说道 谁有你这样的好命 剩下笑着搂着唐静 将下巴磕在他的肩膀上 谁要敢来惹你 张克还不是要立马弹弹手指头 叫人家灰飞烟面 他家之前在海州 也要算偏门势力 最初认识张克 杜飞时 还是他们俩在他家酒吧里 给宰羊骨 大打出手 那时候张克 杜飞两个人 就是流氓气十足的雾子衙内 就是借着官室 官威 硬要压着别人一头 张克挠了挠后脑勺 跟叶建兵说道 中央现在要求 尽可能少的 直接干涉香港地方事务 有些事情想做 还是有些棘手的 英王 永夜背后的几个财东骨子里 是什么物色不管 但是人家明面上 都要算是太平绅士 还是有些难罢 叶建兵笑了笑 耸了耸肩 表示暂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可想 要警告对方 注意收敛岛不难 英王 永夜 与香港偏门势力关系密切 几乎是香港公开的秘密了 香港警方有成立专门的调查部门 来调查香港的偏门势力 廉政公署请英王 永夜幕后的老板们 回去喝两烫茶 就能让他们老实些 至少在香港97年回归之后 特别是多次在香港法庭 成功洗脱罪名的香港黑帮大佬张子强 98年被广东警方医捕 并于98年冬季 由广州中级法院宣判死刑执行之后 这些人心里还是能搞清楚谁才是香港的老大 但是就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暂时能做的也就这么有限 他们使的手段虽然下作 但是毕竟没有超出底线 顶多以商业贿赂等轻微的罪名 承治几个小喽喽罢了 叶真鸣在香港的影响力也不能滥用 要借视欺人 还是需要有名正言顺的借口 再说 孙靖香也不想 让戴尔处于娱乐八卦的漩涡之中 那今晚发生的事情 更要淡化处理 即使要战 也不能将江戴 直接卷入其中 孙靖香在香港创立世纪华英 不想与葛家有什么牵连 也甚少依仗他父亲在港岛的影响力 今天晚上的演唱会 都没有邀请他 父母参加 车到尹湾园 孙上义 葛明爵夫妇 已经在尹湾园等了一会儿 看葛明爵气鼓鼓的样子 想来是知道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他看着张克 叶建斌 唐靖 盛夏 孙靖香 以及江大 许伟等人 分别从不同的车里钻出来 气鼓鼓地说道 这种下作的手段 竟然使到葛家头上来了 真是气死人了 不给他们些颜色看看 还当我们葛家好欺负 虽然葛明爵与他哥哥葛明姓 矛盾很深 以致彻底决裂 但是他平时 还是以葛家人自居的 毕竟葛家 在港岛享受过前所未有的辉煌 今天晚上发生这样的事情 也会觉得 老虎给摸了屁股的恼火 葛老爷子在世时 港人都习惯性地尊称 四叔 那是七八十年代 葛家 葛家在香港所创下的辉煌 到九十年代之中 香港新生代的富豪崛起 葛家 在香港富豪圈内 就有些褪色了 但是葛家的余威还在 葛老爷子去世后 葛家就告分裂 继承大部分葛家家业的葛明姓 葛英君父子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连遭重挫 葛家算是彻底地败落下来 任谁都回天无数 孙上义作为葛家女婿 葛明德 作为葛家旁戏 虽然避免了葛家衰落的负面影响 还成为香港新生代富豪的代表人物 像孙上义 葛明爵夫妇 在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 久从家信地产 套现近二十亿港元 投资内地在港岛给传为财经家话 但是在港岛的影响力 远不及葛家鼎盛时 也无法继续葛家在港岛的荣光 最根本的说起来 还是紧乎伤势 虽然将总部设在香港 但是对香港的直接投资极为有限 直接的影响力就很有限 另外 在东南亚华商圈内的影响力 众星也在港岛之外 小老太葛明爵 在那里发飙 拉着大儿的手安慰他 以及他父母 说葛家要替他找回公道 孙靖湘又走过去安慰他妈 张克与叶建兵 急着撇清自己 装作这些事情 跟他们没有一点关系的模样 跟孙上义 葛明爵打招呼 一起走进尹湾园公寓 第1078章 差点闹出绯闻 孙靖湘 江大 还有唐靖他们 要先回房 将刚才庆功宴上的礼服 盛装换掉 张克与叶建兵 孙上义等人 先去顶楼会所 虽然时靖深夜 只是种种事情纠缠在一起 也亢奋 难以静下心来休息 前天夜里 那么折腾国家足球 与南足国家队 以及香港康体发展局的官员 至少尹湾园的工作人员 都知道 张克 叶建兵等人的身份显贵 招待起来 额外的尽心 张克与叶建兵 孙上义 坐进豪华包厢里 绝口不先提今天晚上演唱会的事情 先谈起微软有意收购 全球音乐 在线股权的事情 演唱会之前的电话会议 孙上义 叶建兵等人没有参与 也不会直接参与 大家都各司其职 紧乎体系内的每一件事情 都要参与 三个脑袋都不够用 肖进城所负责的海外运营部 虽然财务上归井湖商市 盈利也并入井湖商市 这么做的目的是要改善井湖商市的财务结构 但是业务上 还是跟爱达集团归于一块 属于井湖最核心的消费类电子 及衍生业务范畴 如此的管理结构 乍看上去有些混乱 不过架构在整个井湖系之上的 29人会议决策机制发挥了很好的协调功能 否则光体系内各成员企业之间的协调 就会让张克抓破头 绝对无法如此悠闲地享受生活 平时大家都各司其职 重要事件都有及时的备忘录 转发给29人会议成员 微软提出收购全球间乐在线股权的事情 张克这时候不当话题提起 孙上义 叶建兵最早要等到明天上午 才会从商务邮箱里看到 啊 你倒是敢对微软狮子大开口 叶建兵眼睛瞪得溜元 9亿美元 井湖将海外业务部门都并入井湖商市 虽然海外业务盈利规模 今年以来大幅增长 但是也只能勉强冲销井湖商市 此时的财务与管理成本 井湖商市此时背负着高达22亿美元的巨债 井公司债息的财务成本支出 每年就要超过1亿美元 虽然22亿美元中 有3亿美元实际上就是井湖商市的自有资本金 但是剩下的19亿美元 却实实在在的都是债务 狮子多了不怕咬 背了20亿美元的债务 叶建兵也不觉得有什么 再说 井湖商市在各地的投资处处开花 只恨钱不够用 再多背20亿美元的债务 叶建兵会觉得更舒服些 去年能借华人资本 仓皇逃离印尼之机 大肆融资的良机 可以说是数十年难遇一次 现在要大规模融资也可以 但是首先要向投资人提供可靠的财务报告 以证明向井湖商市投资 是一项风险少 收益稳定的行为 井湖商市此时的财务结构 根本就无法支持大规模的融资 叶建兵虽然嘴里说张克 是在对微软狮子大开口 他心里难道就不奢望微软管理层 集体得了诗心风 同意他们的条件 要能从微软手里套9亿美元 S手中所持昆藤在线的股票到期后 再套现3、4亿美元 井湖的现金流 就凭空多了12、3亿美元之多 由此为基础 就可以在东南亚华商圈内 再融资10亿美元 至少井湖商市两年内 不用为资金的问题发愁 如今严家的红信系 在海塑科技上搞这么大的手脚 还不是给资金饥渴挣到的 叶建兵幻想了一会儿 又自己摇起头来 说道 不可能 不要做这个梦了 能从微软手里 敲到3亿美元 我们就该知足了 漫天要价 做地还钱 张克还是笑眯眯地说这句话 身处微软的决策层圈子之外 不会清楚 微软决策者的战略意图 但是张克知道 微软今后近十年的发展历程 差不多就能推测出 微软决策者此时的战略意图 所以知道 9亿美元 还是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 在谈什么 孙靖湘换了变装走了进来 挨着他爸爸孙上义而坐 再谈怎么敲诈微软 孙上义笑着拍了拍大女儿 挽着他胳膊的手背 敲诈微软 孙靖湘疑惑地问了一句 也就这样问了一下 有些事情要搞清楚 少说要花半小时 认真听着解释才行 他才没有这个闲工夫 追问锦湖的商业机密细节 我收袋做干女儿了 明天就半久 要是谁再敢有什么下三滥的手段 针对袋 那就是直接将污水 泼在我葛家头上 葛明爵走进包厢 心里的怒气还没有消 站在那里宣布他的决定 张克抬头看了看袋 袋儿换了一身淡紫色的短裙 含羞地站在葛明爵的身后 眼眸子故意地避开他 再看走进来的唐靖 剩下他们的表情 心想 这应该是 他们刚才回房换衣服时 说好的事情 站起来拉过唐靖的小手 让他坐到自己的身边 朝孙上一笑着说 恭喜你 又多了一个好女儿 香港演艺界与片门市门关系密切 江湖气息浓重 但而此时最多只能算 世纪华英旗下的当红艺人 姚钱树 难保还会有什么阴险下作手段 朝他驶出来 孙上一 葛明爵夫妇 将他收作干女儿 意义就大为不同 张克心里很高兴 能这么安排 但是又不能表现太过 跟孙上一 葛明爵夫妇道贺 却没有跟江涛 李月如夫妇道贺 稍稍表现出些区别来 看上去就像是只为孙上一 葛明爵 收了干女儿高兴 今天晚上的事情 但而父母有些不当的地方 也请你 体谅他们爱与心切 我让他们给你敬酒赔罪 葛明爵以干妈自居 将事情都大包大揽下来 对张克说道 看着大儿他爸妈 拿着红酒瓶 真要过来敬酒赔罪 张克慌忙地站起来 将大儿他爸手里的高脚被抓住 不让他敬酒 嬉笑着说 要不让李仪在我右脸上再抓两刀 我就让江叔 李仪 给我敬酒 要再让大儿他爸妈敬酒赔罪 那在医务室 不是给大儿摆吻了 虽然也不清楚 什么时候有机会再吻上那娇润诱人的嘴唇 张克嬉皮笑脸的插科打混 让江涛 李月如 难以再坚持敬酒赔罪 却也不肯坐下来 江涛 李月如 与张克相识 最早是在96年春节期间 但是接触毕竟不多 有些细微初的小事情 大儿都不跟他们说 他们看爱达集团 看张克 总是物理看花 或者说是隔岸看花 看不出什么究竟来 就算是林小燕这些年 跟张克接触够频繁了 再加上朱小军高兴区跟着姚文胜 也是在创育正式融入锦湖之后 他作为创育的高层 才比较清晰地看到 整个产业帝国的轮廓 李月如 还是戴儿正式决定 从东海大学休学之后 才跟在左右 那时 戴儿的演艺生涯 差不多已经给孙靖湘一手包揽下来 就算这些年来 一直与爱达集团 有广告代言的合作 那也是世纪华英与爱达集团之间的事情 李月如参与的程度不深 姜涛一直留在惠山经营他的那家住建厂 即使因为张克的缘故 与惠山市委常委宋小这些官员搭上关系 却始终没能融进 惠山上流社会的核心圈 自然也不可能知道锦湖事 在姜涛 李月如夫妇的眼里 能隐约知道 张克背后的势力很大 戴儿能发展到今天 张克提供了很多的助力 但是有些情况不了解 在家里月如这两年陪在戴儿左右 与孙家接触密切 见识到孙家日常生活的奢华之处 也更清晰地知道 孙家是真正的豪富之家 他们更以为戴儿演绎生涯中 真正的贵人 是孙靖湘 孙家 要说势力 李月如要比丈夫姜涛势力多了 但是为人父母再势力 总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女儿给人扒衣服欺负 还能按耐住怒火的不发飙的 当然了 等江涛 李月如夫妇冷静下来 又知道事出有因 根本就是他们误会了人家 心里才后怕起来 虽然孙靖湘 许为 唐靖他们一再地跟他们说 这件事不用放在心上 甚至戴儿 也要他们放宽心 他们心里始终放不下担忧 觉得亲自经过九道过欠章课 也当面接受了这件事 才能算完 江涛 李月如坚持要敬过 酒道过欠才放心 连葛明爵都觉得 张克地位 身份这么重要 一定要给 他个面子下台 在旁边劝张克 就接这杯酒 张克哪里肯让大儿父母 给自己敬酒道歉 大儿父母的这杯酒喝下去 岂不是大儿的第二个闻以后 就再没有着落了 孙上一知道今天晚上发生的阴谋 却不知道 张克连给抓破的细节 听张克在这里插嗑打混 一时间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见他轻描淡写地处理这事 太认真 反倒破坏气氛了 站起来说道 在这里 大家都是私人关系 张克跟静香 静蒙他们是朋友 我们就要算长辈了 要是心情好想多吃酒 那大家都站下来敞开怀吃 敬不敬酒就算 不要太拘束 要说敬酒 也应该 让大儿先敬我跟明爵 孙上一这么说 就等于开口承认收大儿做干女儿 江涛 李月如芒 将蒸了酒的酒杯递给大儿 让他给孙上一 葛明爵夫妇敬酒 大儿给孙上一 葛明爵夫妇敬过酒 又朝张克说道 我代表我爸妈给你敬酒赔罪 这杯酒 你一定要喝下去 看着大儿秀美的毛子 含着别样的情意 张克心想着 总要让大儿父母放宽心 拿起酒杯轻碰了一下 只听着酒杯轻机发出悦耳的轻响 将大半杯红酒 一口气都喝了下去 大儿也将半杯红酒都喝下肚子 知华若育的肌肤 透出诱人的红韵 微脸着下汗 坐回到他妈妈身边 眼神避开 不再看张克 生怕再看一眼 什么事情都掩藏不住 如此一来 大家都皆大欢喜 坐下来谈笑 许为匆忙从外面走理 他手里 拿着卷起来的几张厚厚的纸 看着张克在那里喝酒 说道 让你见识一下香港狗仔队的水准 张克看着许为摊开来 却是几张打印出来的彩色照片 最上面一张是江大穿衬衫 在舞台上演唱的形象 第二张 却是他走进后台的照片 虽然只是从侧后面 只露小半片脸 但是张克知道 拍了是自己 他 附军 以及随行的保镖 都没有意识到 给人拍照 两张照片上 都用红色记号笔 将他俩人身上 同一件衬衫 鲜明地标出来 许为又将照片 下面的一张纸摊开读 新生带歌后演唱会 幕后男人登场 这样的新闻标题 够不够害人听闻的 嗨嗨 张克咳嗽了两声 也是心里的尴尬 即使在座的 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心里还是有一种 做贼 给捉住的心虚 都有些不敢看唐靖 舔着脸说道 什么时候拍的 一点都没有在意到 孙靖香将照片 接过来看了看 跟许为说道 这是抓拍下来的照片 可能是张克坐车 到停车场 直接奔后台 引起了狗牛仔的注意 才给从侧后 抓拍了侧脸 是哪家报社的狗仔队 将这些东西送过来 是不是准备 将底片卖给我们 开价就要一百万 许为说道 他们也将车子的照片 都拍了下来 应该没有拍了张克的正脸 真是要钱不要命了 张克拍了拍额头 不屑一顾地说道 通知警方说 这家媒体 有与国旗山事件牵连 并有敲诈勒索的嫌疑 让警方将底片 作为证据收回去就好了 想想也真是惊险 幸亏演唱会后 他一直留在医务室里 处理脸上的抓伤 没有立即 就随江大他们 去半岛酒店庆功 不然衬衫的破绽 只怕要给在场 所有的摄影记者发现 香港的娱乐媒体 特别喜欢死缠烂打的 到时候 就算将国旗山事件 抖出来 也未必能将绯闻澄清 只会越纠缠越深 最终导致他的身份 彻底给香港媒体曝光 只有一家媒体的狗仔队发现 而且还只是从侧后 抓拍到小半张脸 事情就很容易解决了 通过警方将国旗山事件 原委告诉狗仔队 狗仔队还敢乱写乱报道 就可以告到他们倾家荡产 第1079章 背后的男人 张克坐在书桌前浏览电子邮件 唐静穿着睡裙 身子趴在柔软的被褥上 看着新娱乐周刊记者 送来打算敲诈的照片 与报道样稿 身子不安分地动来动去的 睡裙挤皱着 露出血嫩鲜长的大腿 忽悠转过头来 灵秀美丽的眸子 看着正回复邮件的张克 说道 我觉得这篇报道写得蛮有道理的 演唱会进行到尾声时 新娱乐周刑的 这名摄影记者 守在演唱会现场的后台入口 就是想着守株待兔挖掘绯闻的 张克乘坐豪华轿车出现 又有多名保镖相随 直接从后台入口 进入演唱会现场 在香港狗仔队的眼里 简直比打了探照灯还明亮 所幸张克下车到进门之间 没有什么停顿 只得从侧后抓拍了侧脸 就算没有国旗山事情 新娱乐周刊一样 可以给娱乐新闻打上 神秘年轻富豪 出席新生代歌后 演唱会现场的标题 带江大 穿着张克的衬衫出场 新娱乐周刊的那名记者 差点乐坏了 竟然是圈子 从来都没有见到过的新面孔 他要是直接将报道刊登出来 绝对是大娱乐八卦 悲剧的 是他想拿这些照片 敲诈更多的利益 这边通知警方介入 那个想敲诈一百万港币的 新娱乐周刊 记者姿态就软了下来 要求私下和解 将底片与报道样稿 都交了出来 这件事情 算是暂时过去了 尹湾元会所的庆功宴 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钟才结束 唐靖随手将底片与报道样稿 拿回房间 趴在床上 津津有味地看起来 他拿着那篇报道样稿 在跟张克说话 嗯 张克一脸无辜地看着唐靖 问道 怎么有道理了 我又没有说你 跟戴儿姐有什么 唐靖娇笑着说 再说了 你们就算有做贼的心 有做贼的机会啊 你想想看 有多少华语媒体的狗仔队盯着你们 他举着底片 在床上得意地直打滚 朝张克扬了扬 说道 戴儿姐穿你的衬衫 真的很性感 之前就觉得他漂亮 可没有想到 他也有这么性感的一面 你可以听听演唱会的录音 就知道 当时有多少欢动了 张克站起来 伸了伸懒腰 说道 太熟悉了 没有普通歌迷的神秘感 听她的歌 真是缺少一种距离的感觉 你看看 林小燕 林冰 今天晚上就抢着跟戴儿彪歌 我也没觉得 他们唱歌有多差劲 戴儿姐其实蛮可怜的 一举一动 都在狗仔队的注目之下 被当成公众情人 还要保持青春玉女的形象 唐静又翻过来 趴在柔软的背褥上 臀部微绝着 露出知华若玉的雪白肌肤 她的长腿 搁在海蓝色一样的背褥上 灯光落在上面 格外的右外 她看着张克要过来摸她的臀部 又笑着滚到床的另一边 跟张克说话 孙伯伯半久 收袋儿做干女儿 你真不出席 给拍到一次还不够啊 张克坐在床檐上 唐静滚过来 头枕在她的大腿上 她抚摸着唐静嫩滑的脸颊 又拿手指肚 逗她长长的眼睫毛 你跟剩下过去玩就可以了 这种酒席是办给外面人看的 还会特意地请狗仔队出场 张克不仅不会出席酒席 还特意让傅俊 将她在香港出行的车都换掉 闹出绯闻来 给狗仔队盯住的感觉可不好受 看来以蔚蓝的名义 在西澳洲购买私人海岛的决定 再正确不过了 不是还要宣布 对孙姐的公司注资吗 唐静问道 以锦胡商事的名义注资 叶建兵都不用出面 我去凑什么热闹 张克笑着说道 孙上义是锦胡商事的联合总裁 负责锦胡商事向东南亚华商融资事务 世纪华英实质 本来就是他们孙家的私人公司 左手腾右手 锦胡商事直接注资 只是将世纪华英公司的背景公开化 见唐静眼珠子乱转 问道是不是觉得闹出这点事情 就要对孙姐的公司注资 有些小题大做了 没有啊 唐静一折头朝张克娇憨地笑了笑 我不明白 你也要教我的 不单单是注资 还要大举踏入香港演艺娱乐界 今天背后只使动手脚的人 难道真不知道 华英公司背后站着孙家 站着锦胡 张克摸着唐静的脸颊 解释道 他们还是要抖着胆子动手脚 无非是因为锦胡商事的总部 虽然设在香港 但是对香港的直接影响力太小了 背后一些关联 又不能摆开来给他们看 张克才不信 英王 永夜这些幕后才东 知道世纪华英公司背后 站着中央驻港联络办副主任叶真明之后 还有胆子使这些下三滥的手段 有些关系 不能摊开到台面上来说 另一方面 叶真明在香港的影响力 也会随着他的离任而减弱 不可能长期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 嗯 唐静颇有感悟的点点头 说道 对普通民众影响力最大的 还是演绎娱乐产业 除了香港 对其他地区的影响力也大 对啊 投资小 有利于锦胡商事 在香港扩大影响力 最实际的用处 就是品牌渗透力强 不说其他的 要是能将英王娱乐旗下的大牌艺人都抢过来 让他们都使用我们的手机 艾达手机在亚洲的销量 至少能提高好几点 电影 歌曲什么的 都可以插软广告 在大家看验电视 报纸上所刊载的广告之后 这种软广告的影响力将更大 去 一身铜锈尾 唐静咳了咳嘴 翻了个身 又不爱听张克在那里瞎吹 听起来好没劲 你要听什么啊 张克笑着问 听背后男人的故事 也比听这个强啊 唐静又滚到张克的大腿根 脸朝上 看着张克的眼睛 嘿嘿 张克傻笑了两声 拍了拍唐静的脸颊 说道 脱衣服睡吧 哼 唐静滚进被子里 不让张克钻进去 他身上就穿着一件睡裙 再脱就只剩条小内裤了 想必脱到这个程度 张克也是不会罢休的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国旗山事件 更不可能不在演艺圈里流传 孙上义 葛明爵夫妇 收江大做干女儿 姿态也是非常的明显 谁要再对他使下三滥的手段 那就是不死不休的对抗 香港偏门势力 玩歪门斜刀再偏 也讲究一个不惑及家人的规矩 除此之外 国旗山事件 虽然抓不到英王 永夜幕后才动的把柄 但廉政公署 还是找其他借口 邀请他们过去喝茶 警醒他们一下 在对媒体办公开的酒席上 孙上义还代表警户商市宣布对世纪华英注资的计划 世纪华英再不是私人性质经济演艺公司 追加的投资虽然很有限 但是代表警户商市通过对世纪华英的注资正式踏入娱乐产业 还宣布要与内地传媒企业合作 将内地传媒娱乐产业的资本引进世纪华英 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 99年香港以及东南亚的影像唱片市场持续萎缩 香港电影已经不再有十年黄金时期的辉煌 虽然内地版权保护问题严重 但是业内的有识之士都知道 香港电影以及娱乐产业要复苏 唯有依托内地势地 英王娱乐 永夜影视两家香港演艺娱乐产业的巨头 此时也正经受市场萎缩 经济低迷的阵痛 虽然国旗山事情抓不到他们的把握 但是并不意味着 锦虎伤势不可以卡住他们 进入内地市场的脖子 让他们持续地阵痛下去 卡脖子最好的方法 就是征进入内地市场的渠道资源 英王娱永夜要能在这上面征过锦虎 那才叫见鬼呢 不说政治上的影响力 锦虎在国内为爱达 香学海 盛兴三大品牌撒下的广告费用 就有十多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锦虎对国内传媒产业的影响力 是少有人能及的 更何况 华语第一门户网站 还是锦虎直接控制的 只要世纪华英 能将进入内地市场的渠道资源 征战下来 其他想进入内地市场的香港艺人 演艺公司 影视唱片投资人 就要看世纪华英的脸色了 到时候 要不要踩英王 永夜 可以看心情如何了 说起来 通过世纪华英 大规模正式涉足香港演艺娱乐产业 还是考虑到实际的利益 直接投资额度不会太大 再加上会与内地传媒资本的合作 紧乎商市的直接投资 会更加有限 但是香港演艺娱乐产业对内地 对东南亚 甚至日韩 都有很强的渗透力 以及在抵挡日韩娱乐产业 对内地的文化渗透上 也只能依众并加强香港与内地合作的模式 10月上旬 紧乎商市宣布 对世纪华英注资的消息 在香港也只掀起不大的波澜 不要说传到香港之外了 但是紧乎商市通过北美公司 就全球音乐在线 30%股权的转让 向微软狮子大开口 提出9亿美元的报价 却掀起了轩然大波 一些经济学家站出来直指 这就是当前互联网 新经济泡沫化的直观投影 第1080章 磅大款建业江畔 西翠园 与狮子山以西的狮子园 是建业临江地理环境最好的 两处高级别墅小区 临江的别墅洋楼 平窗北望 可以看见夜色下的二桥灯带 与江水中的阴影 璀璨迷离 李在珠站在北窗前 望着夜色下模糊不清的江水 听着低沉的江流声 拍打着暗时 窗台上放着三星经济研究院 对微软收购全球音乐在线 30%股权益式的评估报告 李在新宇坐在沙发上 歪着头 看着窗台的那份报告 微抿着嘴 三星经济研究院 是三星的智囊 也是给韩国民众 公认为 是韩国最出色的产业经济研究机构 三星能从亚洲金融风暴的泥闹中走出来 经济研究院 发挥了巨大的智力支持作用 三星开发中国市场 并没有预期中那么顺利 除了其他方面的产业调整之外 总部还做出一项决定 就是在建业成立三星经济研究院 中国中兴 去系统地研究中国市场深层次的问题 李新宇之所以眉头微醋地坐在这里 是因为 他被要求作为家族的成员 必须要为三星做出贡献 被要求参与三星研究院 中国中兴的工作 只是中兴还在筹建中 他暂时可以偷懒不参与 新宇看过总部的报告没有 金男永端了咖啡走进来 分给李再珠与李新宇 嗯 李新宇汗手点了点头 心里感觉真是难过 谁知道呢 普通人家兄弟姐妹相亲相爱 只是李新宇从家族里的兄弟姐妹身上 很少得到这种感觉 父亲本来很早就作为继承人来培养 之前的情况 李新宇年纪尚幼 没有什么记忆 但是87年祖父死后 他已经上了学 家族里那段时间的怪异气氛 让他记忆深刻 现在 大家又开始 征绩成人的位子 李再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为什么一定要以家族的借口 强迫自己 参与三星经济研究院 中国中兴的工作 难道就可以将 中国市场失利的责任 推到别人的头上吗 难道让自己参加商业机密 是期待他背叛家族吗 金男永 见李新宇愁眉清洁 将报告书拿到手里 随意地翻了翻 见气氛有些凝重 想插开话题 想想作罢 将为看完的报告书 最后部分看完 景胡对微软狮子大开口 张口就要9亿美元 在外界 对此议论纷纷 为三星集团 提供战略智囊支持的 三星经济研究院 也很快对此事 进入深入的研究 爱达集团日本公司 97年下半年 趁金融风暴席卷亚洲之际 在日本以100万美元不到的代价 收购全球音乐 在线网站 之后又由S 以及爱达集团北美公司 相继注入2000万美元的资金 用于发展 从包括环球 索尼 华纳 AMI等四大国际唱片商 在内的多数传统音乐 发行商手里 获得在线销售的授权 98年底 东芝与斯高博 联合向全球音乐在线 注资6000万美元 获取30%的股权 一方面全球音乐在线 彻底不用担心资本的匮乏问题 一方面 数字音乐播放器前三大硬件厂商 都与全球音乐在线 彻底的捆绑在一起 东芝与斯高博 去年未获得全球音乐在线 30%的股权 总共支付6000万美元的现金 东芝 斯高博 去年底接受这个报价时 业内就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了 但是从iPlayer硬件销售的有利角度去考虑 给锦胡小小的敲诈一下 也不是什么难以忍受的事情 不给锦胡敲诈 将来会损失更大 这不是什么难以想象的事情 一年的时间还没有过去 锦胡再次为30%的股权 对微软开出提高了15倍的价码 李在珠不知道 东芝与斯高博的高层 是暗自欢欣鼓舞 还是偷偷地抹鼻尖的汗水 相比较锦胡投入的资金 微软若是接受这一报价 也就意味着锦胡的 这笔投资在两年多时间里 获得近150倍的超额回报 李在珠宁试着夜色下 有些微光的江面 很长时间一声不吭 有因为心愚的抵抗情绪 有报告里给他沉重感觉的经济数据 这份报告似乎在告诉他 在全球财经商界后起之秀中 他远远不能算最优秀的 那一小撮人之列 金南勇也一声不吭 在外界普遍质疑 锦胡这次狮子大开口 一定会激怒微软时 三星经济研究院的报告 最终的结论 竟然是9亿美元的报价 不算太离谱 报告指出 今年在欧洲 北美 日韩地区 掀起的版权风暴 与不断扩大的 DNPI Player硬件市场 决定了全球音乐在线的成长空间 虽然传统发行商 今年以来 在欧美日韩等经济发达地区 掀起来的版权风暴 在夏季之后 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经济发达地区的免费互联网音乐资源 急剧减少 该地区又是iPlayer 当前市场重心所在 所以严重限制了iPlayer 硬件销售的增长 但是由于闪存商用技术 日益成熟 使iPlayer 拥有极大的降价空间 实际上 使得版权风暴 对iPlayer 硬件销售的影响 远没有想象中来得那么大 只是大家都很享受 此时的超额暴力 不急着调整价格罢了 报告中指出 只要市场上主流iPlayer产品 售价下调三分之一 硬件销售增长 就能恢复到版权风暴之前的水平 NAND型闪存商用技术 到底发展怎么的阶段 作为该领域名列三甲的供应商 三星当然是新知肚明 三星电子韩国总部 刚刚开发出 依据储量的闪存芯片原型 预计不需要一年时间 就能投入大规模的商业生产 虽然不能准确地判断 锦虎此时的技术水准达到哪一步 但是再能大致判断 锦虎与三星在闪存芯片上的技术差距 在一到二代之间 若是有必要 锦虎也应该有能力 将256M储存容量的闪存颗粒 大量投放市场 东芝在闪存芯片上的技术投入比重 却有所下降 东芝与IBM将目光对准了储存量 更庞大的微硬盘技术 相比较微硬盘的技术前景 最早明年年底才能量产 1G储存量的闪存芯片 储存量还是太少了 东芝与IBM对微硬盘技术开发 有一年多时间了 还没有成熟的商用技术拿出来 闪存芯片还是决定 iPlayer售价的核心因素 锦虎此时在北美市场 推出四款iPlayer产品 售价从199美元到699美元不等 金南勇相信 锦虎就算将最高端的一款 四星512M容量 市场售价699美元的iPlayer 售价砍到300美元以下 都不会亏本 报告指出 锦虎掌握着相当的主动权 锦虎大幅调低在北美地区 iPlayer售价 刺激硬件市场的快速增长 以牺牲硬件利润 来促进全球音乐在线 获得更大的成长空间 全球音乐在线的股权价值 自然就水涨船高 包括三星电子在内 其他数字音乐播放器硬件厂商 当然不希望硬件售价急剧下降 售价急剧下降 所带来的市场增幅 在短时间 是无法抵消售价大幅下滑 所带来的利润损失的 再说 锦虎与微软的交易里 还包括了iPlayer产品技术的授权 也就意味着 一旦锦虎与微软达成协议 iPlayer硬件市场 就又挤出来一只分时的巨额 虽然微软还没有在消费类电子硬件市场 展露过伸手 但是全球范围内 又有哪一件消费类电子厂商 敢轻视微软的扩张 一切的主动权在锦虎手里 包括三星 东芝 斯高博在内 大家都眼巴巴地看着锦虎 看锦虎的利益权衡 东芝 斯高博还好一些 毕竟东芝拥有全球音乐在线20%的股权 斯高博拥有全球音乐在线10%的股权 他们在硬件销售上的利润损失 至少可以从股权增值上弥补一些回来 当然了 弥补也不能说只有一些 微软要是接受紧乎的报价 东芝投入4000美元获得的股权 就将增值到6亿美元 要知道 受金融风暴拖累 东芝98年全年所有消费类电子 通讯 计算机业务的总金利润都没有6亿美元 东芝 斯高博在硬件销售上有什么利润损失 将部分股权低价转让给风险基金 就足够弥补了 金南勇心里站在离北窗稍近些的位置 推敲着这里面的种种关窍 何者只有三星是没娘的孩子 硬件销售利润有可能受很大的损失 也根本无法向东芝 斯高博从全球音乐在线上获得补偿 三星经过一年的努力 iPlayer全球销量就将超越斯高博 挤进三甲 但是有什么用 当景胡将iPlayer与全球音乐在线的音乐在线销售模式 紧密地融合起来之后 三星只抓住硬件销售 就注定永远都处于被动的地位 李在珠突然转过身来 金南勇吓了一跳 见李在珠眼睛睁大闪亮 倒忘了问他冒出什么想法来了 微软要踏进来 我们也无法阻止 与其让微软与景胡合作 我们为什么不能主动一些 李在珠质地有声地问道 他用力地拿拳头击打手心 眼看着iPlayer的市场规模越来越大 给景胡套在头上的绳索 也越来越有给勒紧的感觉 在全球音乐在线之外 复制全球音乐在线 金南勇问道 他与李在珠用韩语交流 完全不觉得他这种描述很费力 虽然有些困难 但是总比我们给景胡勒着脖子 微软给景胡讹诈9亿美元强 李在珠说道 我们要与微软合作 景胡主动降低对微软的报价呢 金南勇这么问着 看了李星渝一眼 李星渝抿着唇不说话 装作思考的模样 只是不会让气氛太僵硬 景胡主动对微软降价 对我们来说也是有利无弊 李在珠说道 从全球音乐在线股权转让上的获利减少 景胡就不会放弃太多的硬件销售利润 放缓售价大幅下调的步伐 能景胡一次获得的资金量减少 怎么说也不能算是坏事吧 金南勇觉得 李在珠说的有道理 只是又觉得太简单了些 难道景胡再给微软开出9亿美元的报价时 就没有考虑到会将微软激怒 就没有考虑到会给他们有机可乘 有些东西想不透也没有办法 只能根据已经掌握的信息量去判断事情 再说 他们也只能向总部提出建议 总部会不会采纳 还是另说 总部采纳之后 多半也是由美国公司执行 金南勇又想 三井的持左秀葬 对此又有什么看法 这么想 又看李新鱼一眼 持左秀葬 他人也在建业 华夏NEC主体工程竣工 他作为三井物产在中国的总代表 被邀请过来参加主体工程竣工典礼 亚洲晶圆市场 还远没有到复苏的时候 除了少数几家晶圆厂能够吃饱之外 像NEC电子 在日本本土的晶圆厂都有产能剩余 自然不会将业务分给这边 多数人都认为 华夏NEC应该暂缓投产 避免一投产就巨亏的状况出现 持左秀葬 本不想出席主体工程竣工典礼 现实的情况 他要不出面 给华夏NEC鼓鼓劲 华夏NEC不知道会给中金微星 压制到何等程度 他现在得到消息 美国当局也希望 能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尽早达成中美双边协议 美国当局希望 中国再放开国内市场 做出更大的让步 因而极有可能对中金微星 与得以的晶圆技术 转让协会 放宽审查标准 这几乎是日本 台湾 韩国 所有电子厂商 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一旦中金微星 与得以的晶圆技术 转让协议 通过美国当局审查 中金微星的晶圆制造水平 能在极短的时间里提高两代 而站在中金微星背后的爱达集团 紧乎 近年来的成长度 是如此的惊人 几乎可以肯定 一旦技术转让协议通过审查 对亚洲电子产业 都会产业极大的影响 日本 韩国 台湾一些电子类的基础产业 也只能被迫往劳动力成本更低 人力资源丰富的中国转移 无论站在现实的角度 去观察事情的变化 还是与那个家伙之间的私人恩怨 齿左秀藏都想推动华夏 NEC尽快的投产 华夏 NEC亏不亏本 他才不关心 反正也不需要日方承担损失 要是华夏 NEC巨亏 而中金威星盈利颇丰 齿左秀藏 根据他对中国官员的理解 也根本不用担心 中国官方会同意华夏 NEC让中金威星收购 中国官方一定会将华夏 NEC强撑住 有时候撑得太费力 自然就会拉偏价了 抱着这样的心思 齿左秀藏高调地过来参加 华夏NEC的竣工典礼 还将NEC电子的一些重要人物 都拉过来 还颇为热切地居中协调 让NEC电子承诺是投产 会将一些金元代工订单交给华夏 NEC完成 总要先给些填头 齿左秀藏 差不多是在登上飞往建业的飞机之前 才知道 景胡对微软狮子大开口的事情 当时也有些发懵 不知道景胡为什么敢开出 9亿美元的价码来 到建业两天 各方面的汇集过来的消息多了 才理清楚一些脉络来 正因为理清了一些脉络 才更觉得头疼 列席华夏 NEC主体工程竣工典礼时 齿左秀藏及时想笑 也会下意识地揪紧眉头的 过去二十年来 便携式音乐播放器市场 一直是日系企业的天下 日系电子企业 从中汲取巨额的利润 索尼截止到现在 已经累计向全球销售了 近两亿支磁带 Walkman 五千万 CD 以及五百二十万支 MD Walkman 索尼 在今天 之所以能登上全球消费类电子产业的王座 便携式音乐播放器市场 是做出极大贡献的 在景湖推出 DMPi Player之前 索尼 以及其他日系企业 从来都没有考虑 还有哪家企业 有能力跟他们 在便携式音乐播放器市场上竞争 景湖九八年初 最先将DMPi Player投放日本市场时 除了东芝之外 索尼 以及其他日系企业 都不屑一顾 东芝与景湖的结盟 也没有能改变他们的姿态 直到九八年底 DMPi Player 在北美地区的总销量 首次超过MD 索尼 与其他日系企业 才有些心慌 DMPi Player 之所以能在九八年迅速崛起 与互联网上存在大量的 免费音乐资源有关 索尼 与其他日系企来 都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也的确从这方面入手 想将局面搬回来 索尼同是作为全球四大音乐 发行商之一 授权全球音乐 在线网上销售 版权归索尼所有的音乐 由于这个缘故 索尼倒是不方便直接出面 就助景湖打侵权官方 美国唱片工业协会 就成为最好的代表 只是万万没有想到 原以为能阻下景湖 退出北美地区的侵权送诉官司 几乎导致北美地区 所有与互联网相关的 新兴资本势力 都倾向同情景湖 也使Idea品牌 在北美地区声明确起 产品销量激增 使得日系品牌的CD MD在北美地区的销量 从3月起初 出现小幅衰退 索尼与日系企业 以及美国唱片工业协会 一阵手忙脚乱之后 调整策略 将侵权送诉的矛头 直接对准提供 免费音乐资源的互联网企业 不仅美国唱片工业协会 索尼作为全球四大音乐 发行商之一 也可以光明正大的赤膊上阵 在日本发起数十起诉讼案 这次倒是让他们找对节拍了 互联网免费音乐资源骤减之后 DMPiPlayer 在发达国家及地区 如火如荼的销量增长 才暂时告一段落 虽然经济不发达国家 与地区的版权问题 依旧严重 但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 电脑普及率低 DMPiPlayer居高不下的售价 又进一步限制在该地区的销量 景胡入下后 开始在国内市场 以2000元的价格 销售64M容量的普通型iPlayer 整个夏季的销量都不到2万件 持左秀藏 对整个事情的原委是相当清楚的 也借三井的势力 暗中协调推动 索尼方面出面协调此事的联络人 中春玉芝 也算是景胡的老相识 看到 DMPiPlayer销量增长的势头 给遏制住 持左秀藏与中村玉芝 都认为 第一战算是勉勉强强地打赢了 中村玉芝 更多是 站在索尼的立场上看待此事 持左秀藏多少杂加着私人恩怨 谁能想到 这种暂时赢了一把的快感 没有保持住一个月 就给鸡的粉碎 才发现 它根本就不应该有任何的快感可言 遏制住全球 DMPiPlayer销量增长势头 但是景胡界 与美国唱片工业协会的一场官方 在北美地区的销售量增长了近两倍 也就最近一个月 稍稍缓了一下 然而索尼等音乐发行商 对护网联免费音乐资源的倾角 直接导致全球音乐在线的市场价值抖增 这才是景胡感跟微软狮子大开口 30%股权 报价9亿美元的根本评价 从头到尾 景胡都在捡大便宜 想透一些事 持左秀藏都觉得嘴尖苦涩 有种要吐血的感觉 持左秀藏首先想到的 也是破坏景胡与微软的这次交易 东芝与三星加入DMPiPlayer阵营 就威胁了日系企业 在便携式音乐播放器市场的王者地位 再让微软加入DMPiPlayer阵营 岂不是意味着 前期努力所完成的战绩 有可能全都白费了力 在持左秀藏看来 景胡之所以能崛起 能在五年多时间里 奇迹般的崛起 与景胡棒上得移 这棵大树有很大的关系 不说远的 没有得移 中金威星 凭借自己的能力 想将晶圆制成技术 提高两代少说 也要十年的时间 若是再让景胡棒上微软 那还得了 第1081章 为什么要敲诈9亿美元 仪式结束后 大家寒暄着 钻进车里 准备过江曲 过来时 王海素跟在后面 车子就停在停车场的外面 离开时 还是要让部委 市里官员 与日方代表的车先行 王海素坐进车里 看着一辆辆小车 陷于他鱼贯而出 这时候 王海素才注意到 对面的工厂 竟然是景胡的 STN液晶瓶生产基地 爱达晶瓶电子有限公司 发动车 跟着车队 往二桥方向驶去 拐上二桥的桥面 还能从后视镜里 看到中金威星星浦工厂的一角 再看看前面的车队 整个车队 落在自己后面的车 没有几辆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总算是挤入这个圈子里 真正在背后 操纵这个世界的圈子 丢在仪表盘上的手机 响了起来 王海素拿过来 看是林雪的电话 你陪我去机场送人 齿佐秀藏 今天不离开建业 刚当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 说是夜里见一面 虽然建业 是一座 绝不应该对日本友好的城市 但是99年 在建业短期居住的日本人 常年超过12000人 新世界东北角的长青巷 坐落着多处日式酒屋与俱乐部 也因此得以繁荣 这里的日式酒屋与俱乐部 通常只接待日本人 或日本人邀请的客人 谢建南在仙台酒屋前下了车 让司机将车停远一些 走进酒屋 看着衣着暴露的小姐 拥裂在入口处的内侧 一起拿别角的日语打招呼 他皱了皱眉 对不起 这里不接待中国人 经理似乎看穿谢建南的身份 跑过来阻止他进去 谢建南心里倒是想转身就走 比起日本人 这些中国人的嘴脸 让人看了更加的厌恶 他清晰了一口气 缓缓说道 我是池左邀请来的客人 他刻意将境遇忽略掉 啊 是池左先生的客人 经理又陡然热切起来 我领你过去 谢建南在和室脱掉鞋 借着功夫 打量和室里已经入座的人 林雪 王海素 华夏电子南方公司总经理周星东也在 阎文介也在 白天的典礼上 没有看到他的人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建业了 日本人方面 池左秀藏 NEC的小泽雄 索尼的中村玉芝 都是老面孔 池左秀藏不急着离开建业 反而留下来宴请大家 真是叫人疑惑 谢建南走进来 说道 临时有事耽搁了一下 那我们就开始吧 池左秀藏拍了拍手 从屋内侧帘子背后 走进来一列穿着和服的少女 走到个人身边坐下 拿别角的日语打招呼 帮着真酒 谢建南将酒杯举到嘴边 抿着没什么滋味的日本清酒 打量着坐在对面的猪人 心想 都是给景湖与微软可能的合作下着了 景湖97年 将谍机业务到香港借客上市 套走40亿 正是借着这40亿 发展到今天的景湖 才让亚洲的电子产业巨头感到一丝威胁 要不是将谍机业务借客上市 光靠谍机业务自身的造血能力 要攒足40亿 少说也要六七年的时间 现在 大家都普遍预测 昆藤在线 约有三成的股票 在上市转到 S或景湖在北美公司的手里 此时 昆藤在线 在那斯达克的市值 超过12亿美元 这些股票再过一个多月 就要过限售期了 也就意味着景湖再多一个多月 手里 就将多出三四亿美元的现金出来 现在又传出 景湖有可能从微软那里 获得9亿美元的现金 真是叫人不可思议 谢建南看了看周星东 这个京城到建业来镀京的顽固子弟 皱着眉头 他在想什么 柯王要生存下来 被迫接受 NEC与华夏电子的注资 周星东 同时代表华夏电子 担任柯王的董事 陪酒女在场 依照惯例 大家只喝酒谈风月 不谈其他事 谢建南真是想不通华夏 NEC 为什么要急着投产 外部市场环境如此的恶劣 没有核心知识产权的华夏 NEC投产 就意味着巨额亏损 中金微星 也是拥有景湖提供的内部市场 才站住脚跟 周星东 见谢建南看向自己 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勉强笑了笑 举起杯子 摇尽了一杯 中金微星 与德意的技术转让协议 一直以来 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华夏电子内部 急切推动华夏 NEC投产 除了持左秀藏等人 承诺要给华夏 NEC解决订单问之外 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当中金微星 与德意之间的协议 通过美国当局的审查 也就意味着 技术封锁的口子 又破开一些 华夏 NEC从日本 获得同等规格的技术 也将不难到时候 中金微星 拥有德意的技术 华夏 NEC拥有 NEC或其他 日企的技术 中央会在中金微星 与华夏 NEC之间会倾向谁 那是再显然不过的事情 所以 华夏 NEC 一定要硬着头皮投产 不然到时候 就没有借口 将倾斜性政策资源 从中金微星手里 挣过来 缺乏中央的政策倾斜 中金微星 就算获得得移的技术 又从哪里筹资建新厂 虽说芯片市场 维米不振 但是欧美 有实力的芯片制造商 都在借低潮期扩张产能 使得晶圆制造 设备价格持续增长 中金微星 97年 投资一座 12英寸的晶圆厂 建6条生产线 10亿美元 足够用了 到今年 10亿美元 就只能建4条生产线 中金微星 一次就从得移 获得两代技术 建8条线 就要20亿美元 建12条线 就要30亿美元 没有中央的政策倾斜 东海省地方 就算使上吃奶的劲 支持景湖 都帮不了多大的忙 东海省98年放贷总规模 还不足700亿 需要融资支持的地方太多了 就算有余力 也将首先联合江南省 支持东山港千万吨级 钢铁产业基地项目 千万吨级钢铁产业基地 更是所需资金超50亿美元的超级项目 根据东海联合钢铁集团 与东山钢铁的合并协议 千万吨级钢铁产业基地建设 也将吃掉 景湖10亿美元的资金储备 就是看中景湖再强势 也有融资上的软肋 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思 华夏电子内部 才硬着头皮推动华夏 NEC投产 只可惜算计再巧妙 都跟不上形式变化 葛建德按照既定计划 今天要回北京 倒是亲自吩咐周星东 与池左秀藏 严文介等人碰面 看有什么办法钳制住景湖 若是让景湖一直这么风光下去 他们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 周星东也知道 严文介为什么会坐在这里 新庭千万吨级钢铁产业基地建设 直接对洪信系的文州钢铁集团 形成强势竞争 严文介更希望看到 景湖陷入资金匮乏的泥脑之中 直接将千万吨级钢铁产业基地 拖到不了了之 才最合他的心意 景湖竟然有可能从微软那里 敲诈9亿美元 的确够让人触目惊心的 严文介心里 除了为景湖赶向微软报价9亿美元 感到不可思议之外 另一方面也在想 这也证明了 新科技经济在资本操作上 的确大有可为 之前谁能想到 一直亏本运营的昆藤在线 在那斯达克市值 能飙升到12亿美元 谁能想到 一直在亏本运营的亚马逊市值 能飙升到300亿美元 比照亚马逊的市值 景湖的9亿美元报价 似乎也不能算太离谱 严文介在想 他们现在要跨出的步伐 是不是还是小了 柯王高科将家里地产 在湖东公寓楼群南侧 高新区行政中心北侧建造 林彦归湖东岸 建造的一栋12层高的办公楼 整体买下来 作为柯王高科 在建业新设的研发中心 从研发中心出来 盐湖有条狭长的湖冰绿化带 步行七八分钟 就能走回燕园 在建业 陈静喜欢走湖冰绿化带 步行去公司 再从公司步行回燕园 入夜后 月色清拢 燕园东南林湖的休闲绿地幽静 走在其间 感觉更邪意 景湖真的跟微软 开出九亿美元的价码 月色下 陈静侧头宁眸看着张克 微软体装肉肥 送上门 不张大嘴咬一口 不是对不起比尔大叔 张克笑着说 陈静奄然而笑 说道 真是距离越拉越大 抢钱都不带你们这种抢法的 漫天要价 做地还钱 搞些事情 让一些人跑出来闹腾闹腾 谁能相信 微软真同意我们的报价 张克说道 你自己也没有信心 陈静脑袋微微歪着 在张克面前 似乎没有必要 再将小女人的姿态收敛起来 有迷离优美的夜色里 她的眸子清亮而迷人 嘴唇也闪着胶润的光泽 这个信心 要看从哪方面来说了 张克笑了笑 从我们的立场 的确是狮子大开口了 再说 背后想坏事的人也多 敲诈成功的希望 真是很渺茫啊 但是有多少人 会站以比尔大叔的立场去考虑 比尔大叔 陈静听张克这么称呼比尔盖茨 忍不住轻笑起来 心想 这个中年大叔 身为全球首富 掌握着全球市值最高 最有价值的科技企业 说道 比尔大叔 他老人家 会怎么考虑 有些经济学者 都在撰文呼吁警惕互联网等新科技经济 存在的严重泡沫问题 微软内部 对此 也应该有相应的评估 比尔盖茨要是那种轻易 就给新科技泡沫吹昏头脑的人 微软也不会拥有今天的霸主地位 张克说道 微软选择这样的实际计划 进入互联网付费音乐市场 以及数字音乐播放器硬件市场 你猜猜看 他们到底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有人从旁边过去 沉浸让了让 与张克贴近了些 就没有舍得再让开 几乎能感觉到 他鼻腔里喷出来的热气 喷到嘴唇上 洋洋的 可惜这时候出来散布的人很多 还是只能一本正经地谈论事情 笑着说 一年净盈利 有八十亿美元的庞然大物 脑子在想什么东西 我怎么能猜得到 要是我来猜啊 我猜九亿美元对微软来说 太毛毛雨了吧 新科技浪潮汹涌起来 微软市值从98年初的1200亿美元 飙升到现在的2900亿美元 9亿美元箱比较微软天文数字 式的市值 似乎真的很不显眼 张克笑了笑 视线落在沉浸秀直的鼻梁 伸手过去牵他的手 还没有牵到 从拐角里 又走出一堆夜间到湖边散布的夫妇 他顺便抬起手 再摸了摸鼻头 抱在胸前 说道 微软的整个产品体系 基本上都处于一个封闭的应用环境里 微软的商业工具软件 几乎只能在视窗系统下才能应用 比如说网页浏览器 包括MSN在内的在线业务 也只能看作核心产品之外的衍生业务 他们这时候 进入互联网付费音乐市场 以及数字音乐播放器硬件市场 意图无非有两个 要么是利用视窗系统的市场优势 发展衍生产品获利 要么是发展新产品来巩固视窗系统 在当前市场上的强势地位 不大可能会突然性地突破原有的封闭应用环境 向全新的市场领域进军 陈静薇歪着脑袋 问道 你是判断互联网付费音乐市场 以及数字音乐播放器硬件市场 对微软加强视窗系统的垄断地位 有促进作用 应该有这个可能 张克点点头 说道 网络音频领域 MP3音频格式 占据绝对的强势地位 我们虽然知道 这种音频格式 不能算最优方案 但是谁要想开发新的音频格式替代它 却不是那么容易 除了用户习惯之外 在MP3音频格式上 也纠集了许多的利益集团 我想 即使微软想要推广新的音频格式 也会颇为困难 沉浸眸子亮了起来 伸手轻捂着嘴唇 这才明白 张克表达的意思 身子在那里摇摆笑着 哪为止将耳边的发丝挠到耳后 说道 下午与子佳坐在那里无聊 想着全球音乐在线30%的股权 怎么样才值9亿美元 我们在想啊 付费用户 每从全球音乐网站下载一首歌曲 需支付99美分 其中60美分 要支付给发声商 剩下的39美分 就算有20美分的纯收益 以30倍的市盈率 全球音乐网站 每年要售出5一首歌 才值这个价钱 以每个付费用户 平均每年购买50首歌计算 全球音乐网站 至少要发展1000万付费用户 哎 陈静又笑着叹了一口气 说道 和该钱都给你抢过去 全球音乐网站的付费用户规模 离100万 还有不小的距离 即使成长空间巨大 30%的股权 就开价9亿美元 的确是有些过分了 但是景胡将iPlayer的硬件销售 与全球音乐在线捆绑在一起之后 实际上就有条件 在互联网付费音乐领域 开发新的音频格式 彻底顶替掉 MP3的强势地位 互联网资源 从来都是从付费领域 向免费领域流动的 只要占据全球音乐网站的高点 新的音频格式 在整个互联网领域 占据主导地位 也不是什么难以想象的事情 且不说巨额的专利费用问题 一种给大众所广泛接受的音频格式 以及相关播放软件 与微软视窗系统 形成封闭的应用环境 无疑能进一步巩固 微软视窗系统 在全球个人电脑 及商用电脑市场的垄断地位 一切都原初景胡 开拓性地创造了全新的 难以复制的商业模式 难怪外界对景胡的报价 吵得沸沸扬扬 微软却出乎意料地保持了沉默 到现在都没有表态 要是微软没有这种心思 只怕早就对此报价 给予公开回应了 陈静很高兴 听张克解释 他心里的疑惑 一种被得到信任的感觉 比什么都能让人满足 烟园前面 叶卫生 有许多像术园的科学家 高级工程师 携七代女在那里散步 看到陈静与张克并肩而行 都会主动地打招呼 陈静与张克 即使在心怀鬼胎 狼情窃情 从科王高科研发中 发往回走 也只能一本正经地 装作在谈工事 所有人都在为景胡 对微软开出来的 9亿美元报价经营之时 张克回到建业 最关心的 还是基于S基带芯片技术 新手机开发的事情 黄昏时 张克特意抽出时间 到科王高科的研发中心 看他们新机型的开发情况 各方面工作要是顺利的 11月初 景胡 科王高科 还有联信 三家公司就能同时 向低端手机市场 推出低于1500元的 真正国产手机 从壳到壳 彻底地实现国产化 也将是首次将在国内 手机售价 降到200美元以下 新手机的功能会比较单一 这些需要核心技术水平 提高之后 才能逐步地得到改善 造型上 简约化容易一些 至少没有两年前 低端手机的笨重 除此之外 张克最大的要求 就是 新手机要皮试耐用技术 生产上 都已经准备妥当 接下来一段时间 就是进行新手机 各项功能强度测试 至少在99年 国外手机品牌 差不多都盯着 国内中高端手机市场 这给井湖自有的 基带芯片技术发展 一开始 就留下广阔的 低端市场空间 要是再拖上两年 局势就不会这么有利了 在科王高科研发中心 看过他们的准备情况之后 张克步行送陈静回烟园 10月中旬 见夜昼夜温差就大了 白天气温最高 能有25 6度 穿着单衣正合适 到夜里 特别是湖边给湖峰吹起 只穿件单衣 就会瑟瑟发抖 陈静披着张克给他的外套 手没有伸进袖子里 而是抓紧衣巾 防止外套滑下来 走到燕园入口 将外套脱下来 还给张克 挥手与他分别 燕园几乎就是 橡树园的家属后院 而且大多数认识张克的 中高级研究人员 居住在里面 张克脸皮在后 也不敢跟着陈静往里走 做了一个打电话的手势 就从燕园西边的水泥涌道 往学府巷走去 四季无聊地开车 跟着后面 从东大校园穿过 张克走到青年公寓时 李兴渝恰也将两本书报 在胸前往公寓楼里走 啊 李兴渝停住脚步站在那里 不朝张克走过去 反而示意他先走 怎么变得这么生分 张克站在那里等 李兴渝走过来 笑着问他 李兴渝犹豫了片刻 才微挠着嘴朝张克走过去 神情天真而可爱 与张克并肩走进 公寓楼大厅 站在那里等电梯 看着电梯上显示的楼层树 却不跟张克说话 该不会三星在搞什么 针对景胡的阴谋诡计 你恰恰也知道 觉得不跟我说一声很内疚 啊 李兴渝微抿着嘴问道 你脑子太聪明了 那你猜猜 我们会有什么阴谋诡计 针对景胡 最近令三星最看不顺眼的 大概是景胡要从微软那里敲诈9亿美元这事了 三星是不是有些人想在背地里坏事 张克笑着问 都是 你自己猜到了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张克见李兴渝眼神还是避开自己 又说道 有些人的坏事计划 怕是没有得到你父亲的批准 听张克这么说 李兴渝这才宁谋看着张克 奄然而笑 十分的甜美 说道 原来你们心里是非常清楚的 有些人计划刚报上去 就给我父亲否决了 不过可没有解释 是因为什么原因否决 有些人还是想不透在脑脑门呢 听李兴渝的口气 有些人就是指李在诛他们了 张克没有想到 李健熙能看得如此透彻 微软从全球音乐在线 与iPlayer硬件平台捆绑模式上 看到推行新网络音频标准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 就在于全球音乐在线 能越大规模的垄断互联网付费音乐市场越好 而不是另起炉灶 重新打造另一个 与全球音乐在线高度对抗的独立体系 从这个意义 微软与井湖之间的合作 不是谁能随随便便破坏的 张克记不得 微软是何时发布WMA音频格式的 但并不妨碍它漫天要价 从现在的种种迹象 特别是微软的沉默 基本上可以判断出 微软应该早就看到了 推行新数字音频标准的潜在市场价值 与对加强视窗系统垄断地位的促进作用 第1082章 报告真诡异 另业内惊爆眼球的是 在媒体与业界 对井湖9亿美元的报价普遍质疑之时 微软没有如事先预料的那样 被激怒拂袖而去 而是在沉默了10天之后 微软产品开发部门宣布 将与井湖商市北美公司就股权转让问题 开始正式的商业谈判 微软之前的沉默 与随后的声明表明 9亿美元价码 虽然超乎他们之前的想象 但冷静思考之后 仍有讨论的余地 这一事实比井湖对music online 30%的股权给出9亿美元报价 更令不可思议 无论是公众还是媒体 还是业内的专业人士 还是经济学界的学者 他们对此都有大吃一惊的诧异 在他们的想象中 井湖狮子大开口 微软应该狠狠地教训一下贪婪的 不知好歹的中国公司 怎么可以坐下来谈判呢 稍前一些时间 亚马逊想收购井湖手中 全球音乐在线全部股权时 对网站全部股权 才给约4亿美元的估值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亚马逊给出了充分的一估 谁能想到 井湖断然拒绝了亚马逊的报价 在随后对微软的报价中 实际上 将全球音乐在线的全部股权价值 较高到30亿美元 不管如何 即使离谈判完成 还有一段路要走 微软的公开声明 就已经产生极大的影响 拥有全球音乐在线10%股权的 斯高博 股价在微软发布声明的当天 就激增24% 若是微软与井湖达成交易 斯高博的投资增值 将接近3亿美元 这对98年净盈利 才2亿美元的斯高博 绝对是巨大的刺激 东芝电子受此消息影响 在东京证券上市交易的股票价格 也有一定幅度的上涨 只是影响幅度 要比斯高博小得多 毕竟东芝电子的规模 不是新兴科技企业斯高博能相提并论的 该消息对微软股价影响就更小了 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 微软发布公开声明的次日 国内护身两市新科技板块集体飙涨 近50只新科技题材股 当天涨幅达到5% 海塑科技等多只新科技股 再次封到涨停板上 从5月上旬中央部委联合推动新科技企业证券化工作以来 国内股市经过两年时间的低迷之后 从5月下旬开始 在新科技题材板块的强势带动下 开始突飞猛进式的增长 5月下旬 护士指数一度降到千点以下 10月中旬 护士指数翻番 形成近年来少有的大牛市 海塑科技股价在这半年时间里上涨了9倍 只不过借壳前 ST江源制药的股价过低 即使股价增长了9倍 总市值仍然只有32亿 虽然国内财政媒体与证券评论机构 都在拼命地鼓吹海塑科技的股价 远远没有涨到位 积极吹捧新科技产业的发展空间与潜力 却也不是没有质疑的声音 景湖经济研究中心就通过昆腾在线的财政频道 撰文指出 新科技互联网企业普遍缺乏实际的业绩支撑 有严重泡沫化的趋势 景湖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以来 一直都居于幕后 为景湖的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研究成果只在内部流传 极少会向外界公开 这是首次向公开媒体 提交周期性的经济研究报告 公众都不知道 景湖经济研究中心算哪根从 这他娘的 算怎么回事 在北美一家破网站三成的股权 跟微软较价9亿美元 在国内却大谈什么互联网经济泡沫 坐着婊子室 却有脸来历排放 林雪将报纸摔到王海素的办公桌上 插着细腰 坐着落地窗前 朝阳光辉透进来 落在他雪白如玉的肌肤 王海素有些心惊胆战地站起来 虽然他觉得 站在朝阳光辉里的林雪 看上去很漂亮 但是王海素 决然不敢将他当成 普通的漂亮女人来看待 将报纸拿过来看 原来上海证券报 转载了景湖经济研究中心的文章 这篇文章 他昨天夜里 就在昆腾在线的网站上阅读了 看后 心里也是十分的纠结 景湖经济研究中心 在国内 几乎谈不上有什么影响力 倒是没有想到 上海证券报 会在头版全文 转载这篇文章 这对近几天火爆的新科技题材行情 绝对是当头棒喝 要不要跟严总联系一下 王海素问道 不了 要不是严文介打电话给我 我还在床上睡觉呢 林雪眼睛凝视着窗外 视野无外地越过燕归湖 看着燕归湖 北岸的相树园 又到金秋时节 他也不得不承认 入秋之后的相树园 是一年中最美丽的时节 当然 这他丝毫不妨碍他心里的怨恨 怨恨又能怎么样 九七年时 还想着使些手段 扯扯锦胡的后腿 有什么事情 还能指望胡宗庆帮着擦屁股 想起这个 林雪心里又是暗恨 胡宗庆这个变态 还真喜欢帮女人擦屁股 胡宗庆在此时的锦胡面前 也只能当苏乌龟 林雪之前还以为 背后有严加支撑的红信系 能在国内与锦胡一较长短 现在看来似乎也不大靠谱了 他这时候是不敢撩拨锦胡了 甚至奢望着那个人 能忘掉之前的一些小恩怨 王海素提出 收购创育的网吧资产 林雪还一厢情愿地认为 这是一个缓和关系的契机 但是证券报刊载的这篇文章 又让他心头火起 王海素琢磨不透林雪的想法 问道 严总是什么意思 严文介说 缓一缓也好 林雪说道 什么原因却没有解释 以为老娘是经济学家 我也觉得缓一缓好 王海素这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 说道 要是浪头冲得太猛 后续就会无力 你是说 锦胡的这篇文章 还是在帮我们的忙 林雪转过身来 皱着眉头 看着王海素 我们要实行公开增持计划 最早也要等到明年五月之后 王海素分析道 海素科技今年五月中旬才借壳上市 按照国内的规定 借壳上市 需要过十二个月 才可以向公开市场 增发新股融资 他们计划的最后几步 最早也只能到明年五月中旬之后实施 新科技题材板块 已经持续上涨了 有半年的时间 还要持续增长到明年五月份 可能性比较小 中间需要有一到两个调整期缓冲一下 我倒觉得 这时候调整一下 对我们还是有好处的 林雪皱着袖直的鼻梁思考着 何者 我还要上门去感谢不成 王海素见他颇为异动的样子 才壮着胆子 欣赏一下这个蛇蝎美人 我听说景湖经济研究中心 一直努力想成为独立的研究机构 王海素说道 他这段时间 与杜飞他们接触比较多 或多或少 能知道一些更多的内情 说道 海联青工集团过两天 就要正式上市发行股票 我想景湖经济研究中心 没有必要这时候 恶意地发表危机论 去打压股市 相信景湖经研中心 是独立的研究机构 我还不如相信 老母猪会爬树 林雪猝着眉头说道 他总是对景湖 抱有很深的戒心 最初那次色诱 给无情拒绝的那次经历 无疑让他记忆深刻 他从来就没有想到过 有哪个二十岁不到的青年 能抵住他的诱惑力 何况他从张克眼睛里 看到是厌恶 就跟他的心头 给狠割了一刀似的 令人感觉到刺痛 难以忘怀 世卫中早早就到办公室 他的办公桌上 也放着最新的一份 上海证券报 他看到头版上的文章 也吃了一惊 世卫中考虑了一会儿 决定给李明雪打电话 拿起话筒 想了一会儿又作罢 李明雪上午还要过来开会 到时候再讨论这个情况不迟 没有必要太新交 那样多少会显得自己沉不住气 再要打听背后有什么内情 还不如直接找许思 作为海州控股旗下 第一家上市的企业 海联青工集团 再过两天 就要正式在互试发行股票 世卫中这段时间 尤其的关注国内外证券市场的动态 虽然国内还没有新股 发行失败的先例 但是真等到市灵头的那一刻 心里还是有些担心的 从市农机场四年前改制当年 就实现盈利以来 此时海联青工 已经是拥有七家全资控股股份质子分私 年尽力超亿元的大中型集团企业了 98年秋季之后 国务院财经工作的一个重心 就是大力推动中央与地方国企 证券化的工作 让证券市场分担国企的融资重任 经济条件成熟的海州市 也分到三个上市名额 海联青工在各方面都充分比较充分 市里自然安排海联青工先上市 市里的最终计划是海州控股能整体上市 只是海州控股98年整体利润高达17亿 以30倍市盈率 30%的新股发行比例 海州控股整体上市将从证券市场 吸纳超过150亿的资金 99年 沪深两市在大牛市的背影下 每天交易总量都还不到400亿 显然是无法承受海州控股整体上市 带来的资本压力 证监局也不可能看着证券市场上的蛋糕 给海州市的一家企业就猛地吞掉这么大一块 年盈利超亿元的海联青工 先上市 融资10亿 用于新项目的建设 规模正合适 市里也计划通过公开上市 进一步降低国有股权的比例 让管理层与外资持股 以及公众持股 超过半数 虽然有些质疑的声音 说市政府让管理层持股 就是在借卖国有资产 但是市里这几年的思路很清晰 也知道经济工作的重心在哪里 就财政收入而言 税收的贡献最大 海联青工年98年 竟盈利首次一元 年后分红时 扣除公积金提留后 给市财政贡献了3000万的收入 但是海联青工98年 上缴税款总额接近2亿 其中市及财政提留 超过8000万 3000万与8000万 孰亲孰众 这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市卫中将自己 关在办公室里看报纸 直到李明学 与负责市经贸委工作的 副市长黄筑权过来 才放下报纸下楼去迎接 他相信 李明学 黄筑权 应该都有看过 今天的上海证券报 他们能沉住气 踏着点过来 参加上市前的 最后准备工作会议 他也没有必要露出心切来 市卫中下了楼 李明学与黄筑权 已经走进大厅 站在那里说话 李明学背着手 手里握着的 正是今天的上海证券报 市卫中走过来 与他们握手 笑着问 黄市长与李总 看过今天的报纸了 哦 这份报纸 还是早上开会时 刘书记拿给黄市长看的 李明学将报纸 递给市卫中 黄市长刚刚拿给我看 刘文涛到海州 来担任一把手 是空有名声 无论是书记办公室 还是常委会 还是全委会 海州市都是铁板一块 之外 还有市人大的智者 省力也更不支持 刘文涛 在海州搞东搞西 另外 红信想在海州 收割锦城地产的成果 也没有人恶意阻挠 至少锦胡 与红信之间的矛盾 在海州看不出 有半点恶化的趋势 红信颇为顺利地 将锦城地产名下的 商业地产资产 盘活出售回笼资金 由于海州经济的 高速增长 盈利甚至比预期还要高 正因为双方的矛盾 表面上看去 已经得到极大的缓和 严文介才会同意 由海素科技 收购创育旗下的 网吧资产 对刘文涛来说 严家 都不支持 他在海州表现太强势 他就只能屈从形式 将海州认纯粹地 当成杜金之旅 对所有能给他 政绩上天光彩的事情 即使掌握不到主导权 也会积极地参与 至少媒体报道时 不会将他的名字 排到宋培明 杜小山之后 对于刘文涛的 这种无赖之举 宋培明 杜小山等人 都很无奈 世卫中心里也是清楚 心想人家好歹 名义上是一把手 已经够凄凉了 捞些好名声 等着换个好地方 心态也容易理解 海联青工集团上市 刘文涛就亲自到现场 来指导了两次 世卫中倒不知道 他还坚持在看 上海证券报 世卫中问李明学 刘书记怎么说 要我们找电话 问景胡是怎么回事 副市长黄筑全说道 没办法 也只有在现场打电话 问景胡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时机 刊载这篇文章 景胡那边说 以后都会定期的 向财政媒体 发布产业与经济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仅做参考 没有联系上张克 黄筑全说到这里 耸着肩贪了贪手 说的还真是轻松啊 世卫中心想 既然李明学与黄筑 全都没有什么担忧的 也只能暂时放宽心 认真分析起来 说有多大的影响也不至于 即使在大雄市时 新股发行 也会受到股市的追捧 关键还是要 海联青工自身有信心 这是海联青工上市前 最后一次准备工作会议 前期工作做得比较充分 最后一次工作会议 连茶落补缺的工作都没有几项 会议后 世卫中将李明学 黄筑全留下来用餐 黄筑全笑了笑 说道 行啊 不过要你私人请客 海联上市后 你就是市里打造了第一个资本家 亿万富翁 世卫中作为海联青工的总裁 此时持有海联青工5%的股权 只要按照计划成功上市 他个人的资产将超过1亿 当时他名下的股权也不凭空得来 海州控股对旗下企业进行改制时 实行管理层竞聘上岗 及管理层保证金制度 世卫中四年前竞聘上农机厂厂长时 农机厂就没有发展资金 还是他与其他副厂长 车间主任缴纳上百万保证金 发挥了作用 企业发展起来 这些保证金自然是作为股权资金入股 海联青工前后共进行了三次内部融资 世卫中作为集团总裁都积极参与 累计持有5%的股权 上市后 股权会给稀释到3.5% 整个管理层与职工持股 会给稀释到25% 虽然现在有些质疑的声音 世卫中倒没有什么问心有愧的 听黄祝泉这么说 笑道 怎么说 都黄市长跟李总手下的一个兵 谁不羡慕黄市长讨了一门好媳妇 李明学笑了笑 问黄祝泉 什么时候吃你们家的喜糖 现在年轻人什么想法 我们是不清楚 祝都住到一起了 竟然死活不肯领证 将婚给结了 黄祝泉摇头叫苦 他儿子黄晓明 与梁国新的女儿梁君如同在海州大院读书 一来二往 倒是谈起恋爱来 如今两人毕业都有一年时间了 答应在春节之前订婚 说也是照顾我们老一辈的脸面 这算是什么话 黄祝泉虽然是满嘴抱怨 脸上却是笑眯眯的 又说道 那边是不希望太声张 到时候请你们私下里来喝酒 梁国新到海州来 守着劳动局副局长的位子 这几年来也没有挪过窝 但他是张之行的大舅子 张克的大舅舅 海州市能不给他面子的人 几乎就不存在了 要是赶上市里大宴 他比副市长黄祝泉 有资格坐到书记桌上去 人到这份上也足够了 李明学不知道市卫中心里在想什么 他问黄祝泉 张克会回来喝酒 不清楚 倒是没有问 黄祝泉笑着说道 来了就一些喝酒 他要是没有时间 谁能去强拉他过来 市卫中心想 黄祝泉能这么得意这门亲事 也是因为张克的关系 他不清楚 市里有多少人对许司的存在 是心知肚明的 心想 宋培明应该是心知肚明的 不然他身为市长再没有架子 也不能对自己和颜悦色 张市长可以的 也好长时间没看到张克了 证券报上这篇文章 应该是他真实的思路 我还想找个机会 跟他讨论一下 李明学拍着黄祝泉的肩膀笑着说 让市卫中跟着他 一起坐黄祝泉的车去饭店 李明学在海州的地位 比黄祝泉只高不低 海州控股是他一手创办起来 当初唐学谦与张知行考虑 要尽可能减少对海州控股 日常经营的直接干涉 坚持不往海州控股 塞有行政级别的人员 而海州控股又一直离不开李明学 所以李明学一直都没有兼任行政职务 最重要的政治身份 全国人大代表 市里对海州控股的分管工作 正式行文也只是让副市长协调联络 没有说分管 市卫中听李明学言语间 还是很赞同上海证券报 所转载的这篇文章 问道 你也觉得泡沫化严重 怎么说呢 股市的运营是有另一套规则 但是也不能长久地脱离经济基础 李明学说道 资本的运作也是有极限的 从现在已经公布的数据来看 国内整体经济形势依旧严峻 基本上能肯定经济形势 在明年上半年之前 没有走出通缩的可能 游资在新科技概念题材上的炒作 能一口气支撑到明年夏季之后吗 要是聪明的人就应该先缓一缓 我只是觉得有些奇怪啊 张克对国内股市从来都是不闻不问的 这篇文章里要说的意思都很透 实际也有些恰合 多少有些诡异了 你们不觉得吗 听李明学这么分析 世卫中也觉得是有一些诡异 不过紧胡日后 要是定期公开发布经济产业研究报告 也说不定是想发挥更深刻的影响力 国内经济此时的确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作为国内经济主体的国企 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刻 受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 还没有能走出困境 上半年 差不多总数四分之一的国企 处于亏损及严重亏损状况 半数持平四分之一规模的国企盈利 但是盈利规模极为有限 央企还好一些 地方上的国企情况更加糟糕 绝大多数多数省份的国企 整体盈利水平 要么是几亿的威力 要么就是触目惊心的负数 当前国内股市是国有企业充当主力 国企整体情况 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 股市在半年时间里 却增长了一倍 要说没有泡沫 鬼才性 黄祝全笑道 什么诡异不诡异的 有机会带到张克 当面问他就是了 李明学笑着说 他就是告诉我答案 我也得考虑一下 是真是假 这小子滑头得很 要不信 你去问问宋市长 能不能从他嘴里 逃出实陈话来 黄祝全 师位中都笑了笑 谁会去宋培明问这个问题 第1083章 泡妞的艺术 国内护身股市 经过长达五个月时间的持续增长 从10月中下旬起 财政媒体对互联网泡沫质疑的文章 坚密集起来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周长廷 更是撰文言辞 激烈地要求证券监管部门 要挤掉当前股市上存在的泡沫 周长廷曾担任财政部副部长 年龄到现后 去全国人大担任财经委副主任 他的发言 让敏感的投资人 直接与中央经济政策走向联系起来 景湖研究中心发布利润鲜明的经济分析文章 经上海证券报头版刊载 实际所起的作用并不大 周长廷的一番话 却在当日就将护身指数打下两个百分点 护身股市在半年的疯狂拉升之后 开始较大幅度的调整 海连青宫是在调整前期 就新股上市 受到的影响不大 进入11月 建业的秋意就见浓了 蔚兰先办理完转学手续 就先去了西澳洲 叶晓彤给和弦 陈飞荣安排了密集的让人抓狂的培训 张克与陈飞荣见面的时间 差不多就是帮他纠正日语发音 苏伊亭也突然得了诗心风 决定考研 1978那里 倒要张克时常去看着 话虽然是这么说 但是张克不喜欢黄昏时分 坐在太阳照不到的吧台深处 他宁可坐在1978对面的咖啡店里 坐在落地窗前 坐在从楼系穿射过来的夕阳光辉里 偶尔抬头看一眼1978的入口 这也算是在看着 即使张克大多时间都心不在焉 好吧 他随行的四名保镖 两人坐在1978门外的梧桐树下看报纸 两人坐在1978里 面第八台前 喝着咖啡聊天 有他们看着1978 也够分量了 李星渝抱着书本走进来 看着张克坐在那里 欣然一笑 张克将桌上的书收拾了一下 让李星渝坐过来 李星渝俏皮地摇了摇手 指着隔壁的咖啡桌 说道 这些功课今天下午必须要做完 在我做完今天的功课之前 你不可以再找我说话 看着李星渝还刻意背着自己而坐 张克怂怂间 继续百无聊赖地翻书 张克心不在焉地翻着书 听着楼梯口传来嘈杂的说话声 抬头看见 陈勇与两名青年 还有两个漂亮女孩子走进来 坐到他另一侧的隔壁桌聊天 张克回头看了一眼李星渝 他戴起了眼镜 左手拿手指挽住长发盘在头顶上 似乎只有这样 才能不让散下来的头发干扰到他看书 看他神情专制的模样 似乎丝毫没有给陈勇他们干扰到 由于他侧着身子对着窗外 陈勇他们也没有注意到他 也真是难得如此专心致志的女孩子 作为李建西家族的成员 还真是不简单 张克心里想着 二脚高敲地听陈勇一伙人上来吹嘘 还是在吹嘘炒股的事情 他们果然又是在周长廷发言 护身股市调整之前撤了出来 张克摇头叹息 严家有能力将周长廷这样的人物 推出来当鸟枪 想要在政治上扳倒红杏戏事 极困难的 也只能一步步诱导严家 主动地将诱饵吞进肚子里 说句实话 要不是严家有些咄咄逼人 张克想着 国内能多有几家红杏系 这样的庞大民营资本势力存在 实际上能分担了 紧胡要承担的政治压力 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只可惜 严家过于贪婪了 绝不是好的合作者 这年头 你们要想开线 赚钱 对有些人来说 很难 对我们来说 就太容易了 你这个狗日的 我早叫你回家有多少钱 就借多少钱 包你稳赚不赔 你小子好意思捧两万块 过来说 尽力了 要不是念在大家朋友一场 我都没脸 人家打招呼 让你入伙 现在知道后悔吧 陈勇趾高气扬地跟一个青年说话 说得激动起来 还情不自禁地拿手指 戳那家伙的脑门 胆子小落点小钱 对你来说也不错了 你说说看 你签约的 那家破公司 一年能给你四万部 张克剑那个给戳脑门的青年有些面熟 似乎也是学生会的干部 那家伙给陈勇戳着脑门也不能 满脸堆笑 说道 老大你吃肉 我们跟着喝汤就行了 赶紧将那破公司回掉 我让胡金星 给你在海宿挂个职 跟着我们专门炒股得了 你说 你一年挣不了百十万 我就是让婷婷介绍 他们队里的女孩子给你认识 你也守不住啊 女人下面那个洞啊 你得要用钱填 才能让他们真正的得到满足 陈勇肆无忌惮地说着 他也不介意 张克坐在隔壁桌 能听到他们说话 一边说着话 手还插到身边的女孩子屁股下 那女孩子见他说得粗鲁 神情娇称地要去掐他 不知道陈勇嘴凑到女孩子耳边说了什么 女孩子又笑了起来 脸还有些红韵 屁股满满地 坐在陈勇的手上 脸却转到另一边 跟同来的女孩子说话 另一个女孩子进来后 将外套脱下 穿着咖啡色的绒线衣坐在那里 神色有些扭捏 神情忧怨 大概有些反感陈勇那刻意粗鲁的说话方式 与骄纵放肆的待人姿态 却又对陈勇他们神乎其神的赚钱手段 与有钱人的生活十分地向往 大概是那种 想放纵 又有些不甘的心态吧 听陈勇说话 再看那两个漂亮女孩子腿很长 张克心想 他们或许是音乐学院学舞蹈的 或者是军团歌舞团学员班的女孩子 整个社会都在物质化 张克想起自己单纯时 竟然认为 脸单漂亮的女孩子 品性一定端良 想起来也真是好笑 看着陈勇炫耀的 将艾达D系列双屏手机 放在桌角上 张克也想着 这时候也无聊 存心要刺激他一下 将自己的手机从裤兜里拿出来 放到咖啡桌上 蓝宝石磨制的镜瓶 在夕阳光辉晶莹剔透 熠熠生辉 航空级金属机壳 在夕阳光辉下发出的金属光泽 也格外的细腻 艾达D系列双屏手机 市场售价都在6000元以上 属于高端机 精致时尚 但是跟张克所专用的 定制手机一笔 就让陈勇恨不得 立即将手机拿起来 藏库兜里去 啊 陈勇跟张克招呼了一声 你手机哪里买的 虽然他与胡金星被告诫 不得招惹张克 他们自己 心里也清楚 张克是他们招惹不得的 高干子弟 纹裤子弟 也是分等级的 在他们看来 张克这种货色 算是纹裤子弟里的极致了 之前甚至还为石学兵的事情 差点大打出手 但还不至于见到面 连问句话的勇气都没有 像陈勇这种家庭出身的人也现实 脸皮子也厚 以为胡金星对陈飞荣绝了念头 就可以跟张克套近乎了 买手机 张克诧异地看着陈勇 问道 我从来都没有买过手机 这只手机 是另外请设计师与手机公司 一起帮我定制的 见陈勇眼睛 还钉在手机上 将手机递过去给他看 听张克这么说 陈勇情不自禁地生出些自卑来 小心翼翼地 接过张克的手机 生怕不小心落地上给砸了 将手机接过来 才愈发感觉到 这只手机的金贵之处 两个女孩子也好奇地睁大眼睛头 凑过来欣赏手机 你也是学员队的 张克问道 嗯 那个女孩子疑惑地抬头看着张克 你问我 是啊 你叫什么名字 张克问道 胡维嘉 我们都是军区歌舞团学队员 胡维嘉小心翼翼地说道 他早就注意到 艺人显然坐那里的看书 看夕阳的张克了 张克身上所透露出来的 咸淡气质 跟夕阳下的燕归湖水似的 绝不是陈勇这种刻意粗鲁 与角柔坐坐的二世祖能比拟的 就像怀春的少男 看着闲静而坐的漂亮少女 会心生暗恋情愫 怀春的少女 对英俊 气质超群的男孩子 也会生出莫名的好感 我叫张克 一回生二回熟 我记得 我以前在哪里见过你 这次我们要算朋友了吧 张克说道 你说见过就见过呀 我怎么不记得见过你啊 所以 我们还只能算一回生 女孩子俏皮地笑了起来 神情羞涩 又略带兴奋地 跟张克说话 啊 我有事要先走了 张克站起来就下楼去 陈勇都莫名其妙 举着手机要还他 你的手机 张克转身又了上了楼 看着胡威嘉 故作差异地说道 啊 你也在这里 跟朋友喝咖啡啊 神情闲适地坐回原处 一副刚上楼 来与老朋友 邂逅的模样 跟胡威嘉说道 我记得以前 在这里见过你 这次 我们要算是朋友了吧 女孩子抿嘴笑了起来 神情娇柔而诱人 娇称道 没见过你这么无赖的 好吧 这下子算是朋友了 张克招手 让适应生拿酒水单过来 与适应生交代了几句 让他离开 跟胡威嘉说道 你穿着浅咖啡色的绒线衣 看上去柔和细腻 与香醇适口的阑珊咖啡风格相近 你的长发在夕阳光下 有着曼特宁咖啡豆 特有的深色色泽 我让服务生 往蓝山咖啡 调入蓝山咖啡 不介意我请你喝一杯 蓝曼咖啡 蓝曼 蓝山加曼特宁 这咖啡名字 似乎也格外地适合你 陈勇眼睛都直了 看着胡威嘉神情 扭亏又略点兴奋 站起来 坐到张克那桌去 心里除了泛起来苦涩的酸楚 与自卑之外 连记恨的心都没有生出来 胡威嘉他勾引了好些天 最终不得已 先将胡威嘉的朋友 谢婷婷搞上床 想着曲线救国 说不定还有机会玩双飞 哪里想到 张克轻描淡写 五分钟不到的时间 就将胡威嘉的魂 都勾去大半 泡妞泡到他这水瓶 钱就真成身外之物了 张克笑着请胡威嘉坐下来 正要跟他说笑 邀给背后的李星渝 拿东西捅了捅 张克回头去看 李星渝还没有回头来 背对着这边 举过头顶的血嫩的小手里 夹着一张纸条 张克接过来 就见李星渝在纸条上 用韩文写着 你真是个无赖 人家没有读过那本小说 胡威嘉这时候 才注意到李星渝的存在 只是李星渝侧 对着窗外 不转过身来 加上头发又散开来 将侧脸都遮住 从深红色的罩外 也看不出他性感迷人的身材 只是疑惑地看着张克 张克拿过一支铅笔 将纸条摊在桌上 给胡威嘉看 又抽出一支铅笔来 装模作样的翻译 边写边说 他说 我昨天在这里见过你 你看的那本书 我也好喜欢看 能不能借给我看 又耸耸间摊了摊手 韩文就是言简一该 几个字符就能表达 这么多的意思 跟文言文似的 翻译起来还真吃力 大概意思跟我刚才 跟你说的差不多 也就是所谓的 一回生二回熟 胡威嘉将信将疑地 又侧过头看李星渝 此时李星渝脸 却双手抱着头的脸 趴到书堆里 陈勇心情沮丧 对张克竟然生不起记恨的心 将手机递还给张克 跟适应生说 他们点的饮料 不要了 就下楼去 挽着陈勇胳膊的女孩子 下楼之前 还喊胡威嘉一起走 胡威嘉有些迟疑 按理说是要跟朋友一起离开了 心里却又有些舍不得 张克说道 是要去创御网吧 喝过咖啡 我也要去的 胡威嘉这才跟同学说道 我等会儿过去找你们 陈勇他们下了楼 李星渝才转过身来 再不转身 就要笑抽掉了 乍看到李星渝清纯娇媚 绝美无双的脸蛋 胡威嘉微微一愣 漂亮的女孩子 要是很以自己的容貌得意 当看到比她更加漂亮的女孩子 多半也会心生自卑之心的 关键还是 李星渝娇柔神态之间 透出来的清纯与娇媚气质 毫不作作 胡威嘉顿时就自残行贿起来 看她称望张克的神色 早也明白 她与张克是极熟络的 或许是对恋人也说不定 有种给戏弄的羞愤 站起来就要走 只是想请你喝杯咖啡 张克看着胡威嘉 要是我刚才的言语 给你一些美好的错觉 真是很抱歉 如果你想知道陈勇这些人什么秉性 我不介意请你多喝一杯咖啡 也许你心里也已经清楚 也许你会觉得 这些都无所谓 但是不要介意 我请你喝杯咖啡 兰曼咖啡 兰山加曼特宁 或许以后会有一个男孩子 会专门 只请你喝兰曼咖啡 适应声将咖啡端上来 胡威嘉坐下来 静静地将兰曼咖啡 喝完才离开 李星渝脸贴着玻璃窗 看着那个女孩子 从窗外的梧桐树下走过 还抬手在抹眼泪 才回过头 睁眼盯着张克 你真是残酷啊 这么无赖地勾引女孩子 又这么残酷地打击她 张克挠挠嘴 将李星渝桌上的咖啡端过来递给她 让她陪自己一起喝咖啡 也不说什么 李星渝宁眸望着远处楼寄的夕阳 又说道 即使是些美好的错觉 总比没有错觉强 你觉得呢 我可是单纯地相信 这不只是错觉啊 张克笑着说道 有些美好的东西 若只是错觉 这世界也够让人沮丧的了 你觉得呢 李星渝俏皮地笑了起来 说道 你是个无赖 这是确凿无疑的 不是什么错觉 见张克还要跟她说话 连忙就饶 不 不 不能再说话了 我还有十页书要看 等我看完这些东西 你再跟我说话 我自制力很差的 张克笑了笑 继续百无聊天的翻书看 等李星渝将他的功课完成 夕阳都沉下地平线了 张克与李星渝抱着书找地方一起吃饭 经过外接里 还遇到陈勇他们 没有看到胡为家的身影 陈勇还惦记张克的那款手机 问他要怎么才能定制 张克胡说八道地告诉 他找意大利设计师与手机公司 一部独一无二的奢华定制手机 需要六七万美金 陈勇若有所思的 也没有问胡为家 怎么没有跟张克在一起 就走开了 张克与李星渝从创育网八前走过 看着已经不再属于创育的网八 看着里面人头攒动 还是一样的座无虚席 海素科技接手创育网八之后 就拼命地扩容 除了将创育网八对面的风云网八 直接收购过来之外 还将风云网八两侧数千平方米的办公用户 都乘租下来 准备进行大扩容 看规模 仅学府向的指引网八规模 可能就要超过四千台机 张克知道 海素科技要在明年五月份 公开增发新股之前 将两亿资金都撒掉来 扩充海素科技的业务规模 与预期业绩水平 海素科技需要时间 红信还有往另一家 其控制的上市公司里 注入新科技题材资产 这些操作都需要时间 他们也清楚 新科技浪潮的高潮过早来临 就会使他们陷入不利的局面 所以 紧胡经研中心 抛出泡沫论的文章 即使此时的泡沫化问题 还不算特别的严重 他们也迅速地领悟到 一定程度的打压 会让他们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虽然国内的证券市场本质 还是政策导向的市场 也是这种特性 让颜文界有着更多的自信 能掌握到主动权 只是大势之下 资本证券市场上的主动权 不是那么容易掌握的 除证券市场震荡不休之外 11月上旬较重要的财经事件里 紧胡与德伊的晶圆制成技术 转让协议 在经过长达三个月的严格审查之后 通过美国商务部产业 与安全局的批准 要算一件了 这则消息以为 紧胡与德伊之间的技术转让协议 实质性的最终达成 日 韩 台湾的电子企业对此关注强烈 特别是晶圆制造商 反映更是强烈 中晶微星 获得0.25 0.18微米 及技术 意味着内地的晶圆制造机 跟亚洲先进水平的差距 缩短到两年之内 而中晶微星星浦工厂建成之后 良好的运营状态 让他们感受到一丝威胁 只是技术转让协议最终达成 主动权掌握在中晶微星的手里 直接的阻挠是行不通了 但也不是意味着 他们就会坐以待毙 台积电在锦胡与德伊达成技术 转让协议之时 就宣布 要重启0.13微米 及新工厂建造计划 在技术转让协议 通过美国当局审查的次日 台积电就将新工厂建造计划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本松下电子 韩国三星等都随即宣布 要建0.13微米及新工厂 以保持竞争优势 NEC电子一年之前 就已经在投建0.13微米 及12英寸晶圆厂 这次又宣布将投资新增8条线 保持竞争优势是一方面 台积电 三星 NEC 以及松子 要是他们宣称的新建厂计划 都落到实处 亚洲的晶圆生产能力 将扩充50% 虽然不知道 未来晶圆市场 还要过多久 才会走出微米不振的状态 但是大家一起爆产能 会引起制造设备 价格的大幅上扬 除了三星之外 台积电 NEC 松下都资金 实力雄厚 背后又有三井财团支撑 就算为了保持竞争优势 多支付10亿 8亿美元 根本不会伤筋痛骨 对于中金威星来说 背后主要靠景湖来支撑 就算以97年的设备价格来计算投资 建两座新厂 就已经够吃力了 制造设备 价格的大幅上扬 压力就会倍增 台积电与三星都宣布上4条线 松下与 NEC两家 总共要上16条线 在制造设备价格上 挤兑景湖的意图 已经是昭然若揭了 就算景湖能从微软敲诈到9亿美元 也要给制造设备价格上涨 给白白的消耗掉 除此之外 在三井物产的撮合下 NEC电子提出可以向华夏 NEC转让更高水平的晶圆制造技术 明眼人都知道 中金威星与华夏 NEC要同时建新厂 需要大量的资金 中央不可能向中金威星倾斜 毕竟中金威星纯纯翠翠的 是以私有资本为主的 与外资合营的非国有企业 几乎是同一时间 李在珠代表三星电子宣布 将与文州市政府 鸿信三方 合资在文州建一座 0.35微米 及8英寸晶圆场 为硝烟弥漫的战场 又添了一堆狼烟 第1084章 被围殴与突围计划 阻挠景湖与微软合作的方案 给否决掉之后 李在珠代表三星电子 在红信的撮合下 与文州市政府 进行紧急会商 讨论三星电子合资 在文州 投建晶圆场的计划 差不多半个多月的时间 就基本谈妥 三星红星晶圆场的 合资协议 匆忙赶在美国当局 通过景湖与德意技术 转让协会审查次的日宣布 这项合作计划 相比较起 中金威星与华夏 NEC漫长的建厂筹备期 三星电子与文州市政府 以及红信投资 关于三星红星合资建厂的 谈判速度 真是够惊人的 文州关海大酒店 36层高级套房 李在珠站在落地玻璃窗前 看着视野远寄的海水 以及近处忙碌的海港 与整洁辽阔的临港工业区 在北京 在建业 在文州 李在珠都深刻感受到 脚下这个国家 虽然还存在着 这样那样的问题 却无法否认 其正在迅速崛起的事实 身为韩国人 是要为韩国近三十年来的 经济成就自豪 但是也要看到 当中国真正崛起之后 给中国 日本 挤在东北亚异余的韩国 地位就会相当的尴尬跟窘迫 从地缘政治上 韩国是没有成为大国的机会的 但是普通的韩国青年 有着给三十年经济成就 吹膨胀的自信心 是绝不肯承认这点的 李在珠心情复杂地闭上眼睛 从他个人的感情出发 他是绝不希望看到中国有崛起的一天 但掩耳盗铃式的否认 对解决实际问题没有任何的帮助 实际的情况 三星电子必须要正面看待 来自警户的竞争威胁 选择在这个时机 宇文州市政府 鸿信合资建金元厂 看上去有些仓促 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李在珠知道 叔叔夏天到中国来访问 对中国市场一直很关注 也应该有过深入的思考 无论是否定调由三星电子 直接出面破坏景湖与微软合作的计划 还是决定到中国境内来建金元厂 决策的时间都很短 而且坚决 也无疑是正确的 合资启动三星红星的建设计划 一方面是 可以配合三井挤兑中金威星 使得中金威星的新厂建设成本 从设备采购 融资 政策支持 市场竞争等多方面提高成本 最好能迫使中金威星 放弃新厂建设计划 即使中金威星 仍然硬着头皮建新厂 那就会挤占景湖 投入其他产业领域的资源 这也是有利的 另一方面 三星电子早就决定 要将制造重心 逐步地向中国转移 降低制造成本 只不过 金元制造属于电子产业的根基 要不要转移 何时转移 不要说三星内部有争议 韩国民众与政府当局 对此也是有争议的 眼下看来 要是继续纠缠于这些争议 而没有实际的动作 会使三星在制造成本方面的劣势 会越来越明显 这才是三星决定 在中国建金元厂的根本原因 金男勇敲门进来 见李在珠站在窗前看海 走过来跟他说道 金书记与韩市长 就要到酒店了 我们是不是下去迎接一下 金 韩 李在珠淡淡一笑 开玩笑地说道 听上去倒是像我们韩国人 金男勇也笑了笑 心里想 中国内部恶性竞争起来 还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之所以决定在文州建厂 而不是将厂职选在建业 是因为文州市政府 与红信投资承诺 由信通银行 文州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 为建厂所需巨资 提供全部的低息贷款 而且 文州市政府 将全部承担配套工程的建设重任 三星电子除了提供技术与工程管理 技术人员之外 几乎不用为此承担任何额外的风险 实际上 所谓的三星红星 实际上只是将三星电子 在韩国水源市 一家0.35微米8英寸晶圆厂 整体搬迁到文州来 设备价格也将按照新设备实价计算 韩国水源工厂设备清空之中 就可以给0.13微米4条线腾出地方来 金南勇也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拒绝跟文州合作 也难怪李在珠开玩笑说 文州市的市委书记金丽萍 市长韩起更像韩国人 颜文介还要过多久才会过来 李在珠将沙发上的西服拿起来穿上 准备与金南勇下去 迎接一下文州的主人 合资建金元场一事 颜文介与红信系是撮合人 李在珠心里清楚 实际上是持左秀藏 在背后出主意 前段时间 持左秀藏留在建业与颜文介接触甚密 不然颜文介怎么可能一下子抓到三星的仰处 合资金元场 红信方面持股比例将达到25% 红信系控制的信通银行 还将金元场建设提供同等比例的低息贷款 这对红信系来说 也是一项集合算的买卖 投资风险实际上转嫁给信通银行来承担了 除此之外 文州市政府直接控制的文州城建投资集团 持股25% 三星电子持股50% 名义上 三星电子对合资金元场不控股 实际上 未来金元场的整个技术团队跟管理层都将受三星电子直接控制 难道还有更直接 更严密的控制吗 严文介会与严主任一起过来 可能还要耽搁一些时间 金南勇说道 严家在浙东的势力还真是恐怖 严义作为严文介的堂兄 严宽和的侄子 曾长期在文州担任领导职务 红信系浮出水面之后 严义调离文州 担任国家工业机械委员会主任一职 又有消息称严义将进中国计划发展委担任分管工业方面的副主任 严文介接到电话厅说 金丽萍与韩启庚已经到了关海大酒店 他也催促司机将车开快一些 毕竟让金丽萍 理在住他们等候太久 有些失礼 对于三星红信的投资计划 严文介还是极为满意的 红信实际上 无需直接承担任何投资风险 所有要做的事情 就是按比例提供250万美元的注册资金 三星红信 作为三星电子在中国的0.35微米 现成芯片生产基地 将获得三星电子的内部订单 无法担忧外部市场的恶劣状况 中金微信之所以能活得滋润 而华夏NEC投产后的市场前景堪忧 无非就是中金微信从景湖获得大量的内部订单 对于这种稳赚不赔的买卖 严文介怎么会让红信错过呢 在建业与持左锈葬密会时 听到持左锈葬如此的建议 严文介当时就看到里面隐藏的诸多好处 虽然说一起围殴景湖 是让人心情愉悦 但是作为商人 首先考虑的还是利益 严文介心里很清楚 合资后的三星红星将给三星严密控制 三星有足够多的财务手段 将三星的利润最大化 虽然对红信来说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实际所赚也是极为有限的 就这点利润实在值不得为此大动干戈 但是三星红星里归红信25%的股权 由红信控制的海速科技来持有 又会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 金山庆园 印马河畔的豪华居士里 张克在书房 眼睛盯着电脑屏幕上的股票 走视图看了一会儿 随即走到窗边 看着夕阳下的印马河面上 闪耀着零零波光 叶剑冰二腿高翘地坐在沙发上 跟绅士似地抽着烟 颇为得意地在那里涂烟圈 见张克眼睛离开电脑屏幕 才跟他说道 阎文介这个人的脑子是极聪明的 脑子比他更好使的 我看也不多见了 他还伸出手指 比划着指了指太阳穴 张克转过身 靠着窗台而站 笑着说 他的野心也很大 唯一缺点就是 太贪心了 也不知道留些底线 他大概以为 以四两波千金之数 真的能将海塑科技 打造成金光闪闪的龙头科技企业 叶剑冰不屑地说道 护身两世 今天依旧在震荡调整 由于有消息称 红信投资将让海塑科技出面 参与三星红星的合资建厂计划 今天一开盘 股价就给天亮买单 顶到涨停板 由于海塑科技三季度时 实行了赠股配送方案 表面上看近两个月来股价 是下降了 实际的市值又增长了近一倍 唉 张克摇头叹了一口气 说道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随他们去折腾吧 只要破坏规则 不破坏到井湖头上 我们还能伸出手去阻止他们 很显然 按照正常的游戏规则 海塑科技是没有资格参与 金元厂如此重大项目的投资 至少资本实力远远不够 中京微星星浦工厂建设资金 除了来自金融机构 银行财团的巨额融资之外 紧胡与其他股东 共同承担了50%约6亿美元的出资义务 出现亏损或其他经营性风险 也将首先由股东出资部分来承担 一般说来 出现经营风险 股权损失 要远远超过债权损失 三星红星 却将投资风险 完全转嫁给金融机构了 合资股东根本就没有往里 投多少资金 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损失的 海塑科技 也才能以四两拨千金之数 参与三星红星的合资 只提供250万美元的注册资金 就持有三星红星25%的股权 三星红星的合资方案 虽说是破坏了游戏规则的底线 但是有浙东省宇文州市地方政府 在背后力挺 张克他们就是想搞破坏 也有边长莫及的遗憾 长远以来 文州的经济发展 在华东地区都是首屈一指的 这东省经济在97 98年之前也是整体优于东海的 惠山 建业 海州近几年的崛起 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业上的强势崛起 将东海省经济发展水平 提高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令这东省有些黯然失色 另外 新庭的东山岛建岗工程 正如火如荼的展开 也将分散掉包括文州在内 浙东省诸多沿海城市 在海港产业领域的竞争优势 在这种背景下 浙东地方政府 既不择时的出面与三星电子 敲定三星红星的合资方案 也就不难理解了 作为浙东省传统的地方势力代表 红信从中捞便宜 更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 傅俊敲门进来 说道 赵书记到酒店了 啊 赵友伦来了 叶建兵这才从沙发上站起来 将身上的烟灰拍掉 笑着说道 他大概是要游说 我们将一座晶圆厂建在金山 他也不想想 我们给三井 三星 台积电 华夏电子 红信联合起来围殴的凄惨 叶建兵语气轻松 但并不意味着紧乎此时的处境轻松 亚洲金元企业产能大扩张 消息已经宣布 欧美金元制造设备价格 就立竿见影的大幅上扬 而金元厂的主要投资 就是这些造价昂贵的制造设备 中金微星被迫放弃原有的建厂计划 具体修正建厂计划 还要与德宜 云园 以及新加坡创新等其他股东 坐下来慢慢商议 就像微软为了产业布局的整体利益 不会介意多掏几亿美元 购买全球音乐在线的股权 德宜也不会介意 为新厂建设 多承担一两亿美元的出资任务 郭氏与景湖关系密切 但是郭氏云园集团 毕竟还是家族企业性质 真正的资本实力有限 多承担一两亿美元的出资 就会严重影响到 其在其他领域的投资计划 别人来围欧 我们要突围 真是有趣的景啊 张克摇头苦笑 说道 我去请郭先生 你先去应付赵友伦 张克与叶建斌走到走廊上 郭松岩也正与妻子 从房间里走出来 他刚下飞机时 血压有些高 也这两天到处奔波所累 到庆园就先回房休息了一会儿 这时候恢复精神来 看到张克 说道 新加坡方面有退缩之意啊 张克点点头 表示理解 芯片市场前景不明 亚洲市场的芯片产能 又将剧增 在投资预算有可能大幅上涨之时 保守的投资姿态是恰当的 虽然能够理解 只是也颇为棘手啊 郭松岩微微一叹 为了这事 孙上义还留在新加坡 与有关方面磋商 新加坡方面退缩 按照之前的建厂预算 就将直接产生 近4亿美元的投资缺口 设备价格大幅上涨后 投资缺口很可能扩大到 6亿美元 倒不是一般的棘手 我在想 有没有这种可能 中金微星运行一年以来 实际也证明了 紧胡的内部订单 能够保证盈利运营 新加坡方面所持的股权 可不可以转由特许半导体 直接持有 特许已经持续6个季度亏损 没有新加坡金管局 在背后支持 特许既没有能力接手 新加坡金管局 持有的中金微星的股权 更是没有能力 承担对新厂的出资任务 新加坡特许半导体 是全球第四大芯片代工厂商 只是受新加坡地方狭小 人力资源有限 电子产业格局 规模远不及日韩及台湾的限制 在代工市场的竞争力 远远低于台积电特许的 多家晶圆厂建成之后 即使有盈利 也是威力 大多数时间都是亏损 从97年下半年之后 更是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 直接冲击 日韩货币汇率大幅下挫 一方面使日韩经济蒙受损失 另一方面 刺激了日韩出口加工产业的发展 在芯片代工市场 特许半导体更处于劣势 即使当前新科技浪潮汹涌 也远远未能让特许恢复元气 景湖与新加坡在中金微星上的合作 实际上是跟特许半导体合作 最初0.35微米的技术 主要来自特许半导体 只是特许的财务状况 堪忧 当初才由新加坡金管局出面 直接对中金微星投资持股 特许的财务状况 比两年前更加的令人堪忧 从理论上来说 更加没有直接对中金微星持股的可能 郭松岩疑惑地看着张克 不知道他为什么建议 由特许半导体来直接持股 现在 大家都在围殴中金微星 张克请郭松岩走在前面 边走边说 不过我想 特许半导体这两年来日子也不好过 亚洲芯片产能 明后年就要激增 市场前景却不明朗 特许半导体明后年的日子 会更加不好过 特别是0.25微米制成的芯片代工市场 特许的竞争力将更差 就算判断明后年 特许在这一块市场 彻底丧失竞争力也不为过 啊 郭松岩抓住张克思路中的要点 手指举到眼前挥动着 特许要避免持续巨额亏损 关闭竞争力差的生产线 是明智的选择 特许虽然没有能力 直接拿出数亿美元的资金 你是不是想让特许将关闭的生产线设备 运到国内来作为对中金微星的出资 嗯 张克点点头 肯定了郭松岩的猜测 一方面新设备价格暴涨 涨得让人心痛 我也不想在这上面吃大亏 一方面 特许将竞争力差 长期亏损的生产线 转移给中金微星 就能转化成能盈利的投资 我实在想象不出 还有比这更双赢的方案了 嗯 郭松岩重重地点了点头 这个方案大好 很有希望说服新加坡当局 你怎么不早些告诉我 我也没有必要忧心地坐飞机血压升高 我也看到三星红星的方案之后 才有这样的想法 有这个想法时 郭先生可是在飞机上 张克笑着说道 三星红星的合资方案 郭先生有没有看到 这个方案实际上就是 三星电子将国内竞争力差的 晶圆生产线转移到中国来 我想有三星电子的潜力 新加坡方面会更容易接受吧 三星红星的合资方案 我还没有看到 郭松岩说道 张克让傅俊回房间 将三星红星的合资方案拿过来给郭松岩看 继续说道 另外 就我所知 新加坡当局现在还没有放弃 对特许支持的意思 但是特许要支撑下去 就必须硬着头皮上 0.13微米级的生产线 才不至于给台积电 给日韩晶圆厂彻底压制 这种情况下 特许更需要将竞争力差的生产线 转移掉 化解经营上的压力 新加坡当局要是愿意 0.18微米的生产线 我们也可以坐下来谈 0.18微米有些难 特许在这上面 还是有些盈利的 郭松岩说道 他想了一会儿 新加坡弹丸之地 任何中低端市场上的竞争 都要受到本土市场狭小 人力资源成本过高的严重限制 只有在中高端市场 新加坡的电子企业 能够凭借资本 先进技术上的优势 保持一定的竞争力 实际上 特许今后也实际选择 走上一条放弃中低端市场 以先进制成技术 保持竞争力的道路 即使如此 特许的发展道路 也走得极为艰难与坎坷 难谈就谈 我们主要还是看重 特许0.25微米线程设备 张克也知道 现在就要特许将 0.18微米的生产线 淘汰给中金微星 有些难度 说道 另外 跟郭先生你报个喜 景湖512M 闪存芯片原型 已经开发出来 是采用0.13微米线程设计 或许能增加一些谈判筹码 啊 橡树员已经做到这一步了 郭宋岩欣喜地问道 真是不简单啊 我看很有坦诚希望 我在金山歇两天 两天后才有去新加坡的飞机 孙先生人 在新加坡 可以直接与新加坡金管局 与淡马西的高层沟通 大容量闪存芯片 景湖能设计不能生产 就需要将订单交给代工厂 闪存芯片的市场规模越来越大 争取闪存芯片代工业务 将是金圆代工厂商争夺的一个战场 而在闪存芯片市场 景湖相比较东芝 三星 并不处于弱势 景湖的订单 绝对有诱惑力 走过沁原客房区域 曲曲折折的走廊 走到前厅宴会区域 金山市委书记赵友伦与随行官员 已经在那里等候 中金威星 此时面临亚洲众多晶原厂商围攻 这个局势 赵友伦心里也很清楚 不过他 还是对中金威星背后的得宜与景湖 很有信心 中金威星要同时建两座新厂 金山这次怎么着 要争议做过来 请不吝点赞公司 不吝点赞公司 后面 你大人 携失货带 打赞公司 不吝点赞公司 因为